我的雞啊 我們現在都跟合法屠宰創的雞來賣 沒有現代的啦 那不是電載冷凍雞 怎麼還要吃 合格的屠宰雞就是生鮮雞啦 怎麼會吃啊 為了降低情流感風險 政府推動傳統市場淨載活情 合格屠宰雞肉 我專業壽醫師幫我們把關 安全更有保障 你怎麼什麼都知道啊 因為我是購物專家 好 當今的孩子啊 對啊 政府給我介紹的 不錯耶 你們說什麼啊 我加入社區保姆系統 政府幫我介紹孩子 還有免費課程哦 可是我沒有證照 又不是相關科系 可以加入嗎 快去收訊啊 103年12月起 只要有幫人帶小孩 都要依規定登記哦 現在政府還有托育費用輔助 快去上課取得資格 不然以後不必買 那還等什麼 保姆收訊 品質升級 運通向前衝賺錢 真輕鬆 觀眾朋友早安 我是郭凱 歐美股市是持續的持穩向上 而且外資買盤也啟動回流潮 昨天再度是進場大買的台股 有106.67億 是七月份以來三度的單日加碼 是超過百億元 而且統計哦 七月的一個進出口 這個進出的金額 到昨天為止哦 外資本月已經是買超了超過609億 融登今年單月買超金額之冠 而在金融股的部分呢 就在外資的一個這個買超的帶領之下呢 金融指數是上漲了百分之0.67% 以976.19點作收哦 在昨天就一舉攻上了今年以來的新高點 而且初步統計哦 金融指數七月以來漲幅是高達了百分之5.18% 是高於大盤百分之1.89的漲幅 堪稱本波的漲勢主角 而台股昨天收盤是大漲有109點 籌返了8200點大關 收在8214點 成交量是擴增至999億元 三大法輪合計是買超了142.33億 外資買超106億元 投信也買超了9.66億 最近商是買超了25.99億元 而另外在美國股市的部分呢 道瓊工業指數再度創下了歷史新高 不過在標準普爾500指數 則是收跌 終止了連四天的漲勢 投資人正在消化公司的一個業績報告 市場則是在揣測 聯準會何時縮減資產收購的規模 而在道瓊工業指數的部分呢 繼續呈現一個拉高的一個態勢 收盤上漲了22點 漲幅是0.14% 收在15567點 科技類股納斯達克指數 收盤是下跌21點 跌幅是0.59% 收在3579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收盤下跌1.6點 跌幅是0.34% 收在483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收盤是下跌3.14點 跌幅是0.19% 收在1692點 而在蘋果的財報 則是終於出爐 讓外界都非常有關心 而且是在電子盤之後呢 蘋果是公佈了最新的財報 一樣電子盤的股價一度是飆漲了5.5% 收在每股442美元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這份財報 公佈第三季的獲利跟銷售 都雙雙的用於分析師的預估 而且市場因此還樂觀的相信 蘋果這家iPhone跟iPad的一個製造商 只能夠持續來抵禦低價的一個 智慧手機跟平板電腦來襲 所以看到昨天蘋果的一個股價 呈現一個拉高的一個態勢 而且截至在6月29號的當季 蘋果每股盈餘達到7.47美元 相對於蓬勃匯整數據顯示 分析師原本估計 蘋果每股盈餘是均值將是達到7.3美元 所以是優於分析師的預估 營收是增加至353億美金 也優於分析師的預期 是相當不錯的一個表現 所以在整個盤後 蘋果股價呈現大漲 而在德州儀器的部分 收盤是大漲4% 收在每股38.93美元 這家全球最大的類比晶片製造商預測 第三季營收介於30.9億美金 跟33.5億美元之間 都是攪出相當不錯的一個財報數字 而另外在台股期貨市場的最新動態 目前台紙期是呈現一個開高小弧度的翻黑 目前是下跌了22點 來到了8112點 一開盤是開在814 最高是8148 目前是呈現翻黑走低的格局 電子期是來到了290.9點 下跌1.05點也是呈現翻黑 金融期昨天創下新高 不過今天的表現是來到962.8元 是下跌了0.4元 期貨市場金融期 電子期跟台紙期 都是呈現一個小幅度的開高翻黑的態勢 而在現貨市場之間表現 在開盤5分鐘之後 大盤是來到了8201點 面臨8200點的保衛戰了 下跌了13點 成交量是62億元 油量是901億 而剛開高是小高盤開在8222點 小漲了8點來開出 隨後賣壓湧現呈現小幅度的翻黑 亞洲股市最新的動態 來日本股市則是跳水行情了 日經指數是大跌了128點 14649點 韓國股市是翻黑之後 又再拉到平盤之上了 小漲了0.47點來到1904點 暫時守住了1900點的整數關卡 接下來一小塊謝謝 有哪些重要的國際財經訊息 美國聯邦住宅金融管理局公布 美國五月房價上漲0.7% 雖然略低於市場預期 但仍比去年同期上漲7.3% 代表房價仍維持強勁上漲趨勢 這是因為市場供應較少 提高買家之間的競爭 但是李奇蒙聯邦準備銀行公布 7月的製造業指數卻是意外的下滑 蘋果公布第三季獲利下滑 但仍猶於華爾街分析師預期 主要是因為iPhone銷售表現強過預期 第三季的財報建立達到69億美金 或每股7.47美元 營收則是微幅成長 至353億美元 第三季的毛利率 是達到了36.9% 受惠汽車跟工業需求攀升 有助抵消個人電腦PC的需求 拆退 得以第二季財報報喜 而且本季營收跟獲利 預測雙雙高於市場預期 另外 易發半導體上季的競損 卻是擴大的 但預測本季將達到損益平衡 日本內閣公布7月的經濟報告 不只是連續第三個月調升經濟的評估 這也是內閣近10個月來首度以復甦 來形容國內經濟 暗示國內即將 步入不出長年的偷縮陰霾 經濟報告顯示 國內景氣持續回溫 並且展現復甦動態 雅虎宣布 將自最大的外部股東 羅布首州 購回4000萬股的股權 這將為羅布強勢踢走雅虎的前執行長 插其董事會的一連串戲劇性發展 暫時劃下句點 外界部也擔心 羅布此舉是為了獲利了結 意味著雅虎股價恐怕會出現震大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SSS公布 上個會計年度的財報 受到新加坡元的大幅升值拖累 全年大虧了106.1億的新元 相當於84億美金 創下了史上第二大的虧損紀錄 經濟預測方面 重申今年全年的成長率 可以達到1%到3%之間 全年通膨率預測區間 則是下收至2%到3% 受到美元走軟影響 國際金價近來明顯的上漲 引發大陸民眾熱烈搶購 就算多家的上海的黃金珠寶銷售企業 遭到國家發改委的反壟斷調查 但是仍阻擋不了民眾旺盛的黃金買期 中國人民銀行上週五宣布取消貸款利率下限後 根據大陸媒體的調查 尚未發現有任何一家銀行調整貸款政策 調降貸款利率 業內人士就認為 在目前資金流動性較為吃緊的情況下 貸款利率下調的空間並不大 好 在產業最新的動態 根據視調機構出行報告 手機品牌大廠宏達電靠整新HTC-1 5月是登上了台灣手機銷售冠軍寶座 6月份是再度的纏聯 打敗了南產的勁敵南韓三星電子 現在更是鎖定年輕族群 推出價位更低的中低階的新機 企圖用積海戰術搶攻下半年的手機市場 想要拍短片的人都可以當導演 利用八百萬畫素的相機拍照 套上內線的一個剪輯軟體 自由選擇六種不同的風格主題 30秒為電影就可以宣告大功告成 宏達電布局中低階機種再下一程 推出了Design 500 螢幕是4.3吋 重量只有123公克 價格再壓低 鎖定年輕消費族群 提振買氣 而在中低的智慧型手機 剛看到也是相當的一個微微風潮 也讓IC設計大廠聯發科 接單的喜訊不斷 新晶片的產品啟發 也讓後段的封測雙雄熱光 細品營運獲得支撐 載板廠僅碩基元電和系格 同樣也是維持成長的動能 中國智慧手機市場百家證明 其中又以售價低於一千人民幣 折合台幣以約 四千八百元的手機成長最快速 加上當地三大電信商 寄出的補貼方案 刺激的中低階手機銷量 讓聯發科的營運是大進步 而在IC通路的最新動態 IC通路族群進入第三季 傳統的一個營運旺季了 加上中國十一的長價消費電子 產品備貨需求 大聯大是樂觀的看待 未來營運的走向一定會比第二季更好 反觀文業卻相對的保守許多 強調成長幅度 還要觀察中端的買期而定 手持裝置越來越普及 從智慧手機到平面電腦 需求持續增長 加上市場預期 大陸的十一長價有機會拉動 消費性電子產品備貨需求 攤開大聯大第二季財報 合併應收來到一千零六點五億元 較上季大增了百分之十六點三 創下單機歷史新高了 早上第三季大聯大是推過 會比第二季更好 但成長幅度 這多大目前還不能確定 而在台股最近動態 目前大盤是由黑翻紅了 上漲了十一點三二點 來到今天的新高點 買盤增溫八千兩百二十五點 成交量是一百一十二億元 預估量是九百八十六億 而在各上市分類指數最先表現 在水泥食品以及塑膠紡織 玻璃鋼鐵橡膠汽車 機種比較弱勢 其他都是上漲的 是呈現一個漲鐵護線的態勢 尤其在全支類股台積電 目前是利手在百元關卡之上 一百零億元是上漲了一塊錢 聯電的部分是十三點六五元 上漲零點一五元 今天的新高 封測大場日月光 翻黑二十五點一元 小跌零點零五元 細品是三十三點三五元 上漲零點一五元 紅海是七十九點三元 上漲一點四元 紅海在盤中是拉高 來到今天的新高點 也推升了大盤 呈現由黑翻紅的走勢 另外古王之爭 大力光是來到九百一十二元 上漲了三十七元 在盤中是極大來到今天的新高點 而在整個漢維科的部分 昨天是當股王 今天是繼續的一個殘連 是九百一十五元 上漲了十八元 就是以三塊錢的差距 是領先大力光 目前漢維科還是台股股王 股後是大力光 而另外在整個精華光的部分 是八百六十一元 平盤的位置是排名第三名 聯發科是三百四七點五元 上漲了四塊錢 紅達電腦心機海戰術 也推升股價目前排中極拉 由黑翻紅 一百七十七元 是上漲了1.5元 另外在TPK的部分 成紅的一個即時走勢 也跟大家來做報告 三百九十五點五元 也是翻紅了 上漲了0.5元 機殼股的一個紅準 也是放了拉抬 七十七點四元 上漲1.1元 而在同屬機殼的可塵 一百三十七元 是上漲一塊錢 這目前全資類股 跟高價電子類股的最新表現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到節目現場 寶貝 享受舒適 帶來的寧靜與放鬆 一切来自斯特莱斯 父亲节优惠专爱史诗中 0809 073 999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合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给孩子健康自然的环境 让他生活无忧无虑 老实说 大家都简单简单爱地球 所以家里装修 我都选择绿建材 在家就好像在大自然里 耶 我家都绿建材 选择绿建材 乐活好住宅 房子在这个时代的工艺 有非常多的表情 从那房子的外观 你就知道里面住的是谁 它的外观绝对是很精彩的 在林口可以找到 非常多住的环境元素 把所有我们做建筑人的梦想跟感动 全部放在国家一号院 打造一个让外面的人羡慕的表情 林口第一号宅 国家一号院 新北副都心 核心经典 恩歪扑制 家道市中心 捷运三站零距离 黄金十字轴 台湾电影文化中心 千坪生态园区 顶级音乐泳池 优美琴剑立面 超级景观四十平 绝版收藏 珍稀喜次 饭店市国际寓所 恩歪扑制 贵宾专线22766608 天中无闲 开心玩乐嬉笑 是每个孩子成长的权利 心情害的阴影 将夺走孩子的笑容 手挂儿童 免移性侵害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性侵害咨询保护专线113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目前大盘翻红之后 是缓步电高的格局 是8225点 上涨了10.7点 成交量是152亿元 预估量刚好在1000亿的预估量 而在目前盘面上强势的一个高价族群的部分 在电子商务的概念股 商店街是极大涨停来到138元 大涨了8.5元 在目前政府是要来松绑第三方支付 也让整个电子商务的相关族群呈现庆祝行情 商店街是涨停板 而在蓬城的部分是大涨超过5% 我来到了114.5元上涨6块钱 而在羽龙4.58%的涨幅114元上涨5块钱的表现 大力光3.54%的涨幅905元上涨了30元 继续前线拉高的格局 新卖3.14%的涨幅131元上涨4块钱 又看到F金可2.71的涨幅567元上涨了15元 而在苹果概念股的一个部分 看到在PCB软板厂的台剧1.87%的涨幅108.5元 上涨2块钱 而在网价也是电子商务族群2.3%的涨幅 155.5元由黑翻喉上涨了3.5元 强势族群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而在全球金融行情的及时解析频道 大家都非常熟悉 原大保华重金院严陈辉博士 博士早安 请教博士在美国的部分 经济数据还是持续交出了一个好成绩 尤其在最新公布的一个房价的部分 是持续呈现上涨 不过在整个工业的一个部分 似乎是让它比较意外一些 是呈现下跌的一个态势 目前在美国经济数据最新动态 进一步来请教您 没有错 昨天观众朋友其实有发现到 其实昨天整个联邦准备银行的一个 李奇蒙分行 他公布7月份的制造业指数 这个制造业指数从上个月的正9 还是下滑到负的11 是明显不如市场预期 不过基本上 这个李奇蒙的一个联邦准备银行的 制造业指数 其实观众朋友不用太过在意 因为过去来讲 其实我们在这个每一次的一个报告中间 其实也很少提到 这个联邦准备银行的制造业指数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说 这个地区的制造业活动 占美国的比例非常小 美国真正必须要去观察的 就是像是纽约州 像是费城 像是芝加哥 这种比较大的一个工业地区 那目前看起来已经包含 已经公布出来纽约州跟费城 其实它的制造业指数在最新的7月份 都是明显的上扬 所以说现阶段来讲 美国的制造业活动走到了7月份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这个李奇蒙只是这个区域上面 它小小的表现不佳而已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 就是房价的部分 昨天美国联邦住在金融管理局 FHFA 它公布最新的资料显示 5月份美国这个衡量二房 就是Fenimac跟Fenimac 他们所乘坐的一个房贷的一个房屋价格 是持续的上涨 那个月涨幅是连续16个月的一个上涨 月涨幅是从上个月的0.5% 是加快到0.7% 年增率也是持续维持在7.3% 这个比较快的一个成长的幅度 显示现阶段美国的一个房价 是维持在一个健康的一个涨势当中 其实我们稍微统合一下 过去一段时间 美国所公布的一个房市的一个报告 美国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 从一开始美国公布这个新屋开工 跟营建许可稍稍的让市场开始对整个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感到担忧 因为整个6月份 美国的新屋开工跟营建许可是明显的下滑 不过当时其实我们跟观众朋友提到 其实6月份美国的房市的营建活动的减少 最主要的关键原因 其实不是来自于需求量减少 其实是天气的因素 因为整个6月份美国又有飓风 又下了很多雨 当然整个营建的活动是整个降温下来 不过接下来其实你从公布出来的房屋的销售状况 其实还算是蛮稳定的 再加上现阶段美国的一个 城屋市场的余屋库存是很低的 那在这个城屋市场余屋库存很低的情况之下 消费者自然而然 他会用比较高的价格去买 他反映在先前所公布的美国的一个 这个城屋销售的一个中位价跟平均价 涨幅都很惊人 那也反映在昨天这个美国联邦住宅金融管理局 所公布的最新的房价指数 也是持续的上涨的一个情况 那现阶段来讲 因为城屋的余屋库存不足 那再加上房价已经在涨 所以自然而然你可以期待 是未来一段时间 整个消费者对房地产的一个需求 他会从城屋市场转向是一个新屋市场 他会带动这个营建活动 所以说六月份这个营建活动的不如预期 他应该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现象 走到了七月份 在这个库存不足 在这个房价上涨 我们相信这个建商 他对这个营建活动的一个需求是会提高的 这个房屋的供给是会提高的 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的房地产的成交量是会提高 特别是营建活动的热弱 它对经济的复苏是有非常大的正免的帮助 因为毕竟营建活动就是代表 十字以上的投资相关的后面 这个火车头的产业 所拉动的相关的产业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们认为 现阶段来讲 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仍然是推动美国经济成长非常重要的力量 另外在大陆的一个部分 最近也是官方有时候相当多的动作 不管是李克强总理 是这一个有公开来表示 这7%的一个成长率是底线 而另外就是在目前也是再度出现的 大陆资金有一些紧俏的动作 在整个相关 人民银行上周五宣布 是取消了贷款利率下限之后 根据大陆媒体的一个报道 尚未发现有任何一家银行调整贷款政策 调降贷款利率 而最近的一个相关大陆的一个经济动向 基督请教博士 没有错 当然很多人会期待 其实你从礼拜一跟礼拜二的一个 礼拜一来讲的话 中国的一个股市其实表现并没有受到 就是人民银行的一个 就是所谓的一个调降整个贷款利率 有什么样太大的一个影响 最主要的关键原因 其实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 它这一次其实不是调降利率 它是调降 就是放松这个银行 对这个利率的一个制定的一个自主权 也就是说未来一段时间 银行如果觉得说 就是你是一个优质的客户 那你的贷款利率 并不一定要真的是跟 人行所设定的目标是6%一样 你是用这个利率去贷 你可以是用一个比较低的利率 例如说4.2%或者是4.3% 你去放款 是也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上个礼拜来讲 人民银行所做一个调整 不过我们原大保华在礼拜一 其实有出报告 跟大家讲 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 这一次的一个改变 其实对中国大陆现阶段 资金紧俏情况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来自于几点 这次所调的是一个 贷款利率的一个下限 那这个贷款利率的下限 代表说这个银行未来 你其实可以就是放宽 你可以对你的优质的一个客户 你自主性的去选择你的放宽利率 但是不代表说你银行 一定要调降你的贷款利率 特别是现阶段来讲 中国当局其实它面临到 是一个资金偏紧的状况 这个银行的资金成本很高 自然而然在短时间内 你虽然你有自主权调降利率 但你不代表说你一定会调降利 因为调降利率以后 你其实是一个不合成本的状况 所以说其实昨天的媒体报导 也非常清楚告诉大家 实际上现阶段 并没有什么任何一家银行 它做一个就是 跟着这个人行 开始调降利率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认为 这一次的一个调降 它只是代表就是说 整个未来一段时间 中国这个利率市场化的一个 火车头已经开始在启动 不过当它真正能够 发挥效果的时候 它可能会等到明年后年 段时间来讲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不过昨天来讲 你走到昨天的金融市场 昨天金融市场 中国表现是很明确 那这个表现是还不错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原因 其实来自于就是 我们昨天其实早上 也跟观众朋友提到 这个中国的新华网 其实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今年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下限 它是来到了就是7个percent 昨天来讲的话 这个李克强 它更明确的表示 这个7percent是今年的一个下限 它不允许就是 整个经济成长率 是低于7个percent 它也跟大家讲说 如果这个经济成长 不小心滑落到 这个7percent以外的话 中国会适时的推出一些 经济刺激政策 所以说它对昨天来讲 金融市场的一个股市 表现是蛮正面的一个状况 我们也认为 未来一段时间 整体来讲 中国当然调结构是一个主轴 但它不代表 它忽视经济成长 因为毕竟来讲 今年是这个李克强 他接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第一年 你如果让这个经济成长 在第一年的时候 就明显滑落到下限以下 其实你在未来 九年执政的时候 其实是会变得非常的艰难 所以说今年来讲 这个中国的经济成长 大概在7.5个percent上下 做一个波动 但是如果不小心 这个经济成长是 不小心滑到7个percent以下 它就会把这个 保增长的一个目标 是拉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结构调整以上 那时候对经济成长 一些些激励的动作 就会开始逐渐的出台 不过现阶段来讲 因为毕竟中国刚公布出来 这个第二届经济成长 还在7.5个percent 还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所以现阶段 中国整个政策的方向 仍然是以一个 就是结构调整为主 其实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昨天这个中国的 国务院的一个办公厅 它特别发布一个报告 它告诉大家就是说 党政机关在未来5年 它其实不能够再做一个 就是所谓一个新的 一个办公用房的 一个建设的一个动作 也反映在 它现在在做一个结构调整 来避免这个中国国内 出现一个过度腐烂 没有效率的投资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我们认为 现阶段中国人 是在一个结构调整 为主轴的一个情况下 中国经济成长率 不是很容易明显的上升 除非未来一段时间 这个经济成长率 再进一步的趋缓 甚至跌到7%以下 你才能够期待 这个新的刺激政策 开始出台 但是现阶段 因为经济成长 还算是蛮稳定 你不能够做这样子 过度的期待 所以在整个大陆的 一个经济的一个走势 是不是会跌破 这个底线的7%成长率 后续要来做观察 日本的一个部分 日本内阁是公布最新的7月份的经济报告了 是连续第三个月调升经济的评估 而且是近十个月来 首度以复苏来形容日本国内的经济 是再度是有些好消息传出 请不请教博士 没有错 昨天来讲 日本其实他所公布出来的 就是内阁府 他们对这个经济的评估报告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 现阶段其实日本在这个 安倍经济学推动之下 它的一个经济成长的一个状况 算是蛮稳定的 你可以看到 它的出口在上个月来讲 是有接近两位数的成长 消费也是正成长 那消费者信心 虽然上个月是略微的下滑 但是是在一个相对偏高的一个位置 最近股市也回升到之前 是一个明显下沙的幅度 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档的一个状况 日元虽然最近来讲的话 在日本选后 其实并没有进一步的走路 但是还是维持在100块钱上下 相对去年同期 其实贬值的幅度 还是有三成之多 所以说目前看起来 整个安倍经济学 对推动日本经济成长的一个情况 它还是维持在一个正常 是可预期的轨道式前进当中 特别是也反映在 最近日本内阁府中间的报告 告诉大家 现阶段日本的经济 不但是恢复复述 而且很多方面 它已经开始是进入到 所谓的自我维持的一个复述 也就是说 这代表就是 未来一段的日本的经济 它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是已经看得到 它不需要 就是说政府是持续的 加大激励政策力道 或者也不用太担心说 突然这个经济复述的态思 会突然一个中止下来 因为它已经看到 很多方面出现一个 所谓的自我维持的 一个复述的一个情况 而在国内的一个经济动向 金木齐教博士 包括在台湾也是公布了 相当多的中央经济数据 包括在工业的生产 以及零售销售 另外在公债殖利率的部分 也是今天媒体 相当大的篇幅 在央行昨天 飙售了20年期的公债 却是跌破市场演进 得标了平均的一个 加权的利率是2.02% 是突破了28个月以来的首届 这又代表什么样的一个经济走势 您的观察 我们先来看就是台湾昨天的一个发债的利率 台湾昨天其实中央银行 它是代表政府 就财政部来标收 就是20年期的一个公债 这个20年期的公债 值率不但是明显的上升 而且央行 它基本上是一个结标的状况 也就是说在2.1%以上的 投标利率的标单 它基本上是都不卖的 所以说最后来讲 其实我们发行的一个公债 实际上所发行的一个金额 是远远比起预期发债的金额 还来得低 最后只卖出120亿元的一个 新台币的一个公债 那比起原本预定要发行的 300亿元低得很多 那为什么最近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台湾无论是10年期 20年期 30年期的公债值率 都是明显的上扬 10年期从先前 其实不到1.3 它现在已经接近到1.5 20年期从先前 大概是1.7 1.8 现在其实已经来到2.1 最主要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是来自于最近来讲 其实随着这个QE3 开始逐渐的退场 所以说市场上 基本上预期到 这国际的热钱 可能会开始外流 那造成台湾的流动性 是一个不足的状况 以至于就是包含这些 像是银行 包含大型的受险公司 对于就是说 整个债券的一个投标 开始做一些缩手 因为避免就是说 马上飙到 就必须因为这个殖利率的上升 而出现一个资本利得上面的一个损失 那造成现在台湾的一个中央政府 出现一个发债上面的一个难题 不过我们认为这种情况 其实是一个很短暂的现象 其实观众朋友 也可以去上中央银行的网站 会发现现阶段来讲 虽然市场上在这个长天期利率 是有一些些的上升 但是我们的流动性 其实并不像是 你在看这个利率的情况下 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紧缩的状况 实际上我们现阶段来讲 无论是RP利率 这种短天期的利率 或者是隔夜财款利率 基本上跟过去八个月的情况 其实没有差太多 而且甚至最近这个银行的超额的一个 准备的一个情况 甚至在这个升高的状况 反映就是说 虽然最近台湾的一个殖利率 有一些些上升 但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国际的因素 所造成 实际上以国内来讲 我们的流动性 其实还算是非常的充裕的 所以对现阶段 台湾的经济成长 不会造成太大的负面的冲击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昨天经济部公布 两个很重要的数据 我觉得观众朋友 特别就是放大眼镜去看 一个很重要的数据 是六月份的工业生产 六月份的工业生产的年增率 是连续五个月的衰退 这个月的衰退的幅度 是来到负的 就是负的一个 就是负的0.55的一个percent 那是一个蛮严重的 一个衰退的状况 那为什么就是说 台湾的工业生产 是连续五个月的衰退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月来讲 工业表现比较好 只剩下两个产业 一个是化学工业 一个是民生工业 它是由负翻证 可是我们权重最高的 资通讯产品 基本上是持续的 一个衰退当中 这个月来讲 资通讯电子工业的一个 就是生产 它是从上个月是正成长 这个月是负的0.86 反映就是说 国际上来讲 就是无论是PC 也是卖的不好 特别是最近来讲 手持行动装置 它看样子是进入到 一个成长趋缓的一个情况 造成台湾的电子产业 表现开始有一些 变差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报告它凸显出 虽然最近来讲 其实台湾的景气 开始直稳 也没有再恶化 但是随着就是 我们主要的 主力出口产品 它其实整个成长性 开始减弱 再加上国际景气 复苏是迟缓 市场竞争 开始加大 那台湾其实未来一段时间 下半年这个经济成长 你要看到很明显的 加快的迹象 目前看起来 其实几率是非常的微小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台湾昨天有公布 最新的六月份的商业的营业额 那这个部分就是 有一点点好消息 最主要原因就是 六月份台湾的零售销售 从上个月的0.9% 这个月大幅改善到3.3% 显示六月份 虽然台湾的一个消费的力道 就是消费者 因为实质心思不剩 消费者的一个消费力道 还是不够 但是基本上没有在恶化 开始看到一些 好转的一个迹象 但是对台湾的经济 其实不会急剧 在这个负面的经济数据下面 出现急剧的下滑 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加因 好的 我非常感谢 元大保华中心院 严承辉博士详细的解释 不是谢谢 谢谢 好我们看目前台股 最新的动态的大盘 又再度在平盘的上下做震荡 刚一度的翻黑 不过目前又拉回 在平盘以上是小涨了2.9点 来到8217点 群交量是226亿 油量的是959亿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每个人的心中 都有一份梦想清单 江汇的梦想清单很简单 长阳大自然 甜甜山海和汤 竹尾捷运战前 水岸第一排 原力水济园 我是江汇 我在水济园 享受舒适带来的宁静 与放松 一切来自斯特莱斯 父亲节优惠专爱史诗中 0809 073 999 我是陈彦博 每次极地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当指定驾驶 负责开车送朋友 出来了 或找亲友接送 也可搭乘计程车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头痛 请用五分钟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 让您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带有 各位观众好 我是郭凯 夜晚是为了展望明天 做好准备 股市完报 汇集了最新的财经新闻 以及股市资讯 让您睡着安心 迎接明天的投资 更放心 最美的礼物 树的大阳台 水的空中花园 一户一体厅 一户双树苑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虎语 2785 088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时间是来到了九点三十六份 在开盘半个小时 目前大盘是持续在平盘之上 少涨了六点七六点 8221点 也守住了八千两百点关卡 持有量是两百四十亿元 预估量是九百六十亿 亚洲股市最新的变化 大陆股市开盘了 上证指数是开低 是下跌了四点六二点 两千零三十九点 日本股市也是在平盘之下 不过跌幅有稍微的缩小 日经指数下跌六十四点 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三点 韩国股市则是明显转强盘中翻红 吉拉上涨三点九点 一千九百零八点 是来到新高点了 而在香港恒生指数 则是追随入股的脚步是开低 下跌了六十二点 两万一千八百五十二点 这目前在亚洲主要市场的最新表现 而台股还是要看台积电 目前在盘中是拉高 一百零二元是上涨了两块钱 台积电是来到今天的一个高点 而另外看到了 在其他包括在传产类股的 一个最新动态 包括在素化类股的部分 二线素化股 今天呈现继续拉高的一个态势 大洋是大涨百分之二点三 来到三十九点二元 上涨零点九元 而在勇育跟地球近期的一个强势指标 勇育由黑翻红三十五点五五元 上涨零点六元 今天的新高点 而另外在地球跟恒大 目前都是拉高的格局 台苏集团旗下南亚历首在平盘以上 六十六点六元是上涨零点六元 来到今天的新高点 而在联程的部分百分之零点六三 在涨幅十五点九元 上涨零点一元 也是今天的一个新高 而在根据市调机构的最新统计 手机品牌大厂红拿店 靠着新HTC One 五月是登上了台湾 手机销售冠军宝座 而六月份是再度的蝉联 打败了劲敌三星 现在更是锁定年轻族群 推出价位更低的中低接款的新机 企图用鸡海战术 抢攻下半年的手机视察 想要拍短片 人人都可以当大导演 利用八百万画素相机拍照 套上内建的Video Highlight 自由选择六种不同风格主题 三十秒为定就宣告 打工告成 宏达店布局中低接机种 在下一城 推出Design 500 萤幕4.3寸 重量123公克 价格再压低 锁定年轻消费族群 提振买期 强调它的规格 CB值 还有流行时尚的设计 最重要它提供了 One系列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态 首页以及这个Video Highlight 为电影这样的一个功能 手机品牌场战火 从旗舰机延伸到中低接手机 不止Design 500 万传宏达店还要再推 HTC One Mini 一口气推出两款中低价位 心机强势 全都因为台湾市场 六月销售成绩 再度蝉联冠军宝座 根据试调机构统计 新HTC One连续两个月拿下第一 位居第二 还是有难传的三星Note 2赶上 我们高端的手机就是两款 就是蝴蝶机跟新一并存 目前的动能 还得到很多台湾小学的支持 我认为这个动能会持续下去 下半年手机市场 宏达店企图利用 击海战术来应战 面对当今市场最夯的 穿戴科技装置 也没要放过 宣布成立新兴装置部门 即将在七月三十号 召开法朔会的宏达店 第三季营收 能不能维持稳定既成长 到时将一并说分明 林宋称赋 拍不到 中低阶智慧手机当道 让IC设计大厂联发科 接单式喜讯不断 新晶片也是产品齐发 让后段的风色厂 热光细品营运获得支撑 载版大厂紧硕晰晶元电 和细格也同样维持成长动能 中国智慧手机市场百家争名 其中又有售价低于1000元人民币 只合台币约4800元的手机 成长最快速 这上当地三大电信商 寄出补贴方案 刺激中低阶手机销量 让联发科影运大进步 联发科运持续导入新产品 其智慧型手机需求畅旺 营收贡献 将超越功能型手机 联发科今年进攻态势明显 下半年还会密集推出多款晶片强势 顺势带动后段风策双雄 营运获得支撑 不过由于晶元代工龙头 台积电法说会预告 下半年通讯产品降温 日月光细品会不会面临订单 下修命运成为观察重点 加上我们本身在整个高阶的制程上面 有一些进步 我想整个来讲的话 还是 今年是有增长的一点 我们很有信心 所以预计下半年 下半年也很有信心 另外在载版厂部分 包括系格 晶元店 景硕 下半年成长格局不变 景硕今年拿下联发科 28奈米晶片订单 几乎百分之百全包 第三季载版业务 渴望维持第二季成长力道 林宋称赋 拍不到 IC通路进入第三季的传统营运旺季 加上大陆的十一长假 消费电子产品的备货需求 大连大是乐观看待 未来的营运走向 一定会比第二季还要好 反观是文业相对是保守许多 强调成长的幅度 还要观察终端的买气而定 手持装置越来越普及 从智慧手机到平板电脑需求 持续增长 加上市场预期 中国十一长假 有机会拉动消费性电子产品 备货需求 探开大连大第二季财报 合并售来到一千零六点五亿元 较上季成长百分之十六点三 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展望第三季 大连大推估会比第二季好 但成长幅度多大 目前还没看到 不同于大连大乐观看待第三季 旺季效应 另一IC通路文业 虽然第二季合并收达210.18亿元 比第一季成长约百分之五 创下单季历史次高 但董事长郑文宗保守看待第三季 云运成长幅度 强调还要再观察 终端买气决定 基本上有显著的改善 那不管在营收 在于这个营收的成长 及税前获益的成长 都有一定程度的成长 那费用也在一定的控制范围之内 至于贝维第二季财报出炉 合并收5.92亿元 税前EPS0.03元 累计上半年 每股税前盈余0.04元 贝维认为第三季 在原来的电脑应用之外 数位家电 健康医疗 车用电子等应用产品 预期也将会有不错成绩 林宋全有副 拍不到 好 我们看目前台股 继续缓步电高的走势 是上涨了7.99点 来到8222点 成交量是267亿元 油量是962亿 好 我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到另一期 读里面 更加热心 死车用电脑 Yeah Springs 那 és 误会 你 这些伙训 都没有 都没有 这些伙训 都没有 好 零七三九九九 冷气外泄 全非不见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都能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川济三九九 现正实施中 预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汽水地点要合法 第二招不做危险的举动 第三招无波溪流 细水需特别小心 第四招不落单 注意同班位置 第五招下水前先暖身 第六招不可在水中嬉闹 第七招身体不适不下水 第八招不要长时间泡在水中 第九招气候不加不下水 第十招加强游泳漂浮技巧 教育部关心您 扶持中间企业成为国际顶监 民国五十五年 全台国小每班约五十二个学生 当时约二十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一百零一年 全台国小平均一班约二十五人 预计民国一百一十一年 约四个年轻人 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也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目前大盘持续在平盘的上下 做政大再度的翻黑小跌 一点一二点来到了八千两百一十二点 不过还守住八千二 质量是两百八十一元 余无量是九百四十七亿 而目前在盘面上 在生计医疗足球再度呈现 一个活泼的表现 可以看到目前在优胜大涨 百分之四点三 二十三元是上涨 零点九五元盘中 急拉到新高点 另外包括永信百分之三点七 的涨幅 四十六元是大涨了 一点六元是老牌的一个药厂 而在葡萄王百分之三点三六 的涨幅一百二十三元 盘中急拉由黑翻红 上涨四块钱 金可百分之三点二六的涨幅 五百七十元上涨十八元强势的表现 双美超过百分之三的涨幅 四十一点六上涨一点二五元 中化百分之二点六三的涨幅 二十一点四上涨零点五五元的表现 而在整个蓄幅百分之二点二七的涨幅 七十二元上涨一点六元 大学光百分之二点二四的涨幅 而在龙头厂东洋百分之一点九五的涨幅 一百零四点五元上涨了两块钱 是来到今天的新高 目前在生计医疗族群的一个表现 跟大家做报告 而另外包括了在整个美股的超级财报之后 但苹果公司公布的财报 实际上大家是比较跌破眼镜 原本外界都是预期 苹果的一个iPhone的销售 将会减少冲击到这一次的一个季报表现 不过公布出来却是优于市场跟分析师的预期 让大家是比较积极 所以苹果的股价在整个盘后 美股盘后是呈现飙涨 而另外在整个其他的相关科技大厂 包括了在整个德宜的部分 跟整个在整个其他的一个特地厂 都有相继公布的一个财报 首先就是在德宜跟EBA半导体的部分 最新公布 受惠于汽车跟工业的需求 这个逐渐的一个攀升 在有助于抵消个人电脑PC需求的衰退 德宜的第二季的财报 交出优于预期的好成绩 而且本季营收跟获利 预估都双双高于市场预期 而另外在EFA半导体 则是让大家比较失望 上季的一个净损是扩大 但预测本季会达到损益平衡 首先在德宜公布最新 第二季净利月增的48%到6.6亿的一个美元 每股盈余是58美分 由于去年同期的4.46亿美金 或每股38美分 主因是将技术转移给客户 取得一次性获利3.15亿美元 而剔除这笔获利之后 上季的一个表现净利 仍然是优于预期 所以说在德宜的部分 在整个是相当这个 较出不错的一个好成绩 而另外在欧洲最大的半导体业者 EFA半导体公布 受到跟爱立信合资的 无线半导体事业拖累 第二季的净损是高达有1.52亿美金 比去年同期亏损0.75亿 还要来得糟糕 而且是连续7个季度的亏损 营收则是下滑了4.8% 只有20.5亿美元 尤其在EFA半导体 在8月分拆与爱立信的合资事业 并且聚焦生产电子感应器 跟小型的电晶体新技术 执行长是预期 第三季的一个产能 能够达到损益平衡 并且在第四季是有机会获利 这是在两大半导体大厂的一个最新动态 而另外在这个最新手机 最新的一个产业的布局 也跟大家来做报告 随着最新手机和平板电脑之间的一个界线 越来越模糊 手机萤幕尺寸也开始的放大 今天以来 既三星大陆华为相继推出 六寸的大尺寸手机之后 现在Sony也宣告加入战局了 发表更大了 直接把手机丢进水缸里 还是能够正常播放影片 有了防水测试不稀奇 再拿出尖锐铅笔 在萤幕上涂鸦 同样毫发无伤 Sony延续Xperia Z超高人气 把萤幕放大到六点四寸4HD 重量只有两百一十二公克 侧边最薄零点六五公分 看称是大一幕手机中 最薄的一款 大尺寸确实是一个趋势 尤其是针对旗舰机型 五寸的萤幕已经是一个 基本的需求 六点四寸会不会太大 携带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设计上 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 够轻 够薄 防水防刮 样样来 甚至找来偶像艺人陈柏林 担任代言 手机萤幕比Model脸还要大 拿在耳朵奖还真的有点突兀 不过却形成所谓的知悔手机 和平板电脑结合的 Fablet潮流 三星预计要在九月 发表Glassy Note 3 宏达电也完全没有要退让的意思 同时间推出六寸HTC One Max 我想在五寸以上萤幕的话 如果供货充足的话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登上第一名 这个也是我目前看到的 也是目前公司的一个目标 就算劲敌众多 Sony还是自信满满 有把握新机同样和上一代热卖 发表会现场另一项瞩目焦点 就属这款智慧手表 利用NFC功能可以和手机做连结 同时具有防水功能 不过最快上市日期还要等到九月 随着各项智慧产品出炉 穿戴装置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令宋职用户退不到 鸿海集团布局大陆在下一城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富士康和贵州省政府签署了合作协议 董事长郭台铭就透露 计划要在当地建立高科技的生产基地 也预期要招募五万人加入富士康的行列 中型的主力舰 甚至中型的航空母舰 那我们将来还有很多的各种的零配舰 所以这些正在布局成型 股东会上大秀分拆事业计划 董事长郭台铭强调 要将鸿海集团做核心竞争力调整 果然下一步计划 要在大陆贵州建立富士康 第四代高科技生产基地 包括手机 录音笔 摄像影机等产品 预计招募五万人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贵州省政府和富士康集团 早在7月20号就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郭台铭表示 富士康绝对不会放弃制造业 眼看大陆市场才刚开始 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未来将进入医疗 环保 能源产业 另外随着台湾4G大战正式开跑 市场传出 红海积极挖角中华电信前 董事长吕雪景 针对传闻虽然否认 但表示为了拓展4G业务 近期的确有招募人才需求 只要相关人士订案后 一定会对外公布 林宋全副 台湾报道 美国QE退场一律趋缓 加上近期经济数据表现亮眼 也激励了美股创新高 贵买中心总经理李启贤 以及券商工会理事长 简洪文都寄出了乐观的看法 认为加要寄助资金回流台股 加上了证损税修订过关 可望带动了海外资金持续的回流 且请看好 政教所董事长李树德 贵买中心总经理李启贤 政商工会理事长简洪文 以及经济日报副社长翁德元等人 拿起红酒倒入冰箱里 共同宣布全民抢百万全镇活动 正式展开 谈到美国超级财报周开跑 对于台股的益助 李启贤乐观看待 美国的总体指标来讲 目前看起来还算不错 应该是稳健发展 应该是稳健的成长 应该还好 但是不是说很大幅度的成长 近期美国经济数据表现亮眼 初领失业金人数创两个月以来新低 企业活动转强 整体景气动能向上复苏 带动道琼工业指数 以及S&P500指数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渴望推升台股同步上扬 不只李启贤看好 简洪文同样寄出正面看法 很多贵宾式的客户都回来了 表示这些中石户都回来了 我想我们乐观其成 应该量会稳定稳定在成长 其实大家都在布局了 你知有很多中石户 就开始在买股票了 简洪文透露 虽然在证所税修订后 台股交易量没有明显回暖 但修正案过关 人对投资人信心有相当大的挹注 预估滞留在海外的资金将逐步回流 对于未来展望抱持乐观态度 FRECHAIL 台北报道 好我们看目前大盘最新表现 目前似乎有面临一波小幅度的 跳水的走势是下跌了25点 8188点是来到今天几乎的低点 而且是跌破了8200点的 整数关卡了 持交量是317亿 油量是947亿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资雅 在那里边看到 特格物丶 有可能词 我说某些东西 是有可能的 那我就说我 我好 是 我好 树 鱼 他 我好 我好 來的寧靜與放鬆 一切來自斯特萊斯 父親節優惠專案實施中 0809 073 999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附的是島塊 隨便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代有 轟動150全面啟動 快速掌握150檔全車股變化 精準轟動指標 動機大盤多空轉折 即日起轟動150 霍天荒6折優惠實施中 來電起速播02 2365 3255 二代健保102年1月1日 正式上路囉 二代健保改革重點有 新增6項補充保險費 加強關懷弱勢提升就醫品質 公開保險病床查詢 增加醫療資訊透明度 建立財務收支聯動機制 保費收入與醫療支出要平衡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各位觀眾好我是郭凱 夜晚是為了展望明天做好準備 股市環保匯集的最新的財經新聞 以及股市資訊 讓您睡著安心 迎接明天的投資更放心 新北部都心 核心經典NY普至 家道市中心 捷運三站零距離 黃金十字軸 台灣電影文化中心 千坪生態園區 頂級音樂泳池 優美情見立面 超級景觀四十瓶 絕棒收藏珍稀喜次 飯店市國際浴所NY普至 貴賓專線2766608 碰文有根據 慎言且自律 對談要禮遇 溝通才效率 原創要尊重 三思才當漏 平寬是共用 暢通才未送 Online 任我行 必談不攻擊 自律同理心 手法好公民 Everybody 李宜通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時間是來到了快十點鐘 在開盤一個小時之後 目前大盤是來到8198點 是跌破了8200 下跌了16.27點 持久量是325億元 油量是934億 尤其在整個封測大廠日瑞光盤中 突然間的跳水 是翻黑來到24.95元 是下跌0.2元 是來到今天的新低點 而另外在整個聯發科的部分 也是有跌幅縮小的跡象 345.5元 上漲了2塊錢 股王大力光的部分 目前是897元 是區區第二名 是上漲了22元 跌幅也有縮小的一個 漲幅也有縮小的跡象 而在漢維克 目前還是暫時居台股的股王寶座 904元是上漲了7塊錢 而又看到在宏達電的部分 是175.5元 拉回在平盤附近做震盪整理 而在TPK 陳鴻是翻黑388.5元 下跌了6.5元 也是呈現一個突然間跳水的格局 全值類股台積電102元 上漲了2塊錢 還是利手在平盤以上 鴻海是78.8元 是上漲0.9元的表現 而另外在王品的部分 則是呈現一個走低的態勢 417元是下跌了1.5元 現在王品是相對比較弱勢的 而又看到包括在F美食的部分 178.5元是上漲了2塊錢 而又看到包括在亞洲股市的 一個最新動態 目前看到在大陸股市部分 也是呈現明顯轉弱 上陣指數是下跌了7.56點 2036點 日經指數下跌有101點 韓國股市利手在平盤以上上漲1.53點 恆生指數下跌了38點 目前在亞洲主要市場的最新動態 接下來一起來關心 進入哪些重要的國內財經訊息 房地產交易實價登陸制度實施 即將近晚一年 實價登陸實施之後 10個月較之前10個月 全國的房屋交易量增加了4.95% 而且由於資訊透明度提高 減少了買賣雙方 與眾界業務人員的摸索期 改變了房市的交易型態 中央銀行昨天飆售20年起公債 結果跌破市場演進了 得飆加權平均利率為2.025% 這是2011年4月以來 台灣20年期公債飆售利率 首次升破2% 利率飆高逼得財政部結飆 將得飆最高利率定在2.1% 投飆利率超過2.1%的飆單 財政部都不賣 台塑集團旗下低潤廠南科 和華雅科第二季全部都賺錢了 華雅科更是擺脫連續13季虧損 單季大賺34.72億 每股存益0.62元 合計南科共超過51億 表現亮眼 兩家公司同步看好本季獲利持續向上 南亞科董事長高企全更強調 第三季不只會好一點點 正威集團轉投資的維西成功開發出 電動車電源線 並且已經開始小量出貨了 由於正威全力發展汽車電子 主管表示 在汽車電子以及有多家客戶 未來會扶植維西 聯牆搶進B2C業務 與網家攜手跨入電子商務 雙方簽入網購易經電視安裝服務等 多方面合作 聯牆負責後段的運送與服務 在搶進電子商務商機 加上了進入第三季傳統旺季下 凡就預估聯牆本季將進入營運的高峰 營收激增率超過百分之十 獲得需求增溫供給減少等加持 巴拿馬型散裝船運費行情 近兩週大漲了百分之十六點八 擁有該類船型的 有域名跟會洋 台航四圍等等 運費後續持續看漲可期 可挹注本季的營運好轉 華航宣布與世界溫控貨櫃領導品牌合作 進軍特殊低溫貨櫃運輸市場 華航表示溫控貨櫃產品 以醫療保健領域為主 華航結合了天和聯盟貨運資源 渴望快速地打入市場 為貨運表現挹注成長動能 氣動元件大早F亞德參加 證交所舉辦的業績發表會 同步公告上半年的字節稅油存以8.04億 每股存以5.0億元 年增超過百分之四十一 營收獲利雙雙創下新高 太陽能產業的最新動態 受惠於大陸歐盟 以及美國雙反貿易戰的轉單效益 電池大小新日光 六月份營收月增高達74% 達到13.39億元 第二季確定的轉虧為贏了 而連續終結連續8季虧損的局面 身為全球第二大的太陽能市場台灣 晉升冠軍有望 根據全球的市調機構 TradeForce的預估 美國歐盟和大陸相互發動一連串的 雙反貿易戰當中 台系太陽能廠將成為唯一的受惠者 而太陽能電視長新日光 也率先傳出轉營的好消息 兩岸服務貿易協定簽署之後 市場上的各種聲浪都不斷 宏基創辦人施政榮 以及全聯實業董事長李敏雄都表示康好 一再強調 台灣的服務業佔GDP比重高達70% 加上了我國服務業有走效創新的趨勢 開放對台灣絕對有幫助 在宏基創辦施政榮 跟商研院董事長徐聰仁 法蘭茨總的陳立衡 還有全聯實業的李敏雄等人 共同出席了產業論壇 研討如何從服務轉型企業 來提升產業的一個競爭力 而在傳統產業的部分 兩岸的烘培油脂大廠南橋 累計上半年的營收稅後存益公佈了 突破了3.5億元 年增率是直逼120% 成長幅度非常驚人 EPS1.2元 只要第三季南橋強調 隨著步入產業的旺季 只要原物料價格持穩全聯獲利 渴望再度再佔超水準的表現 從化工業起家延伸至食品業的南橋 營運版圖驚人 從兩岸的烘培油脂事業 到極凍熟面 冰淇淋等等 旗下還轉投資餐飲通路 包括了素食業者 肯德基 F美食 都是旗下的主力客戶 成長潛力是不容小覷 目前在台股的部分 目前的平盤之下做小幅震盪 是下跌了13.7點 來到了8201點 又重回了8200點以上了 成長量是341億元 油量是921億 我們目前在盤面上的焦點族群 包括了在整個相關機殼大廠 結幫則是在盤中呈現翻黑跳水 32.8元是下跌了0.05元 而又看到了包括了在整個機殼股的一個部分 紅准旗的6.8元上漲0.5元 課程是136元 剛好在平盤的價位 另外在旺席的部分是70元指數關卡 在盤中是小幅度的翻黑 小跌了0.2元 而在公司遇過第三季的部分 一遇會持續的看好 而在台積電的部分是來到102元 是上漲了2塊錢 在其他高價強勢指標 Oh my God的部分 是鎖漲停了相當強勢 83.8元 上漲了5.4元 是今天強勢的指標 線上遊戲股道隊的0漲族群 上天階是持續的漲停了 一開半就鎖到現在 138元是大漲了8.5元 羽龍5.96元的漲幅 115.5元上漲6.5元 彭城5.04%的漲幅 114.5元是上漲5.5元的表現 而另外可以看到包括在NB品牌 大漲華碩則是呈現翻黑 272.5元下跌2.5元 紅基市22.45元 是小跌了0.1元的一個表現 而在盛華市12.55元 下跌0.15元 TPK成紅的最新動態 可以看到的目前是來到了387.5元 下跌的7.5元 還是比較弱勢的一個表現 另外在其他通路族群的一個 即時動態 包括利盈法1.91%的漲幅 利手在平盤以上 油黑翻紅是比較強 18.6元上漲0.35元 統一超0.45%的漲幅 222.5元上漲1塊錢 承上行也是利手在平盤以上 而在通路的一個指標族群的潤泰權 是下跌1.2元件比較弱勢 68.7元的價位 遠東百貨是小跌0.1元翻黑 29.15元的一個走勢 也跟大家做報告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到節目現場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很大很好 精英家具一次高溫能賣情 大陸美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主送憲政實施中 嘴氣體啊 相用氣體啊 老闆 哪裡可以玩蝦雕 老闆 哪裡可以玩蝦雕 老闆 哪裡可以玩蝦雕 老闆 哪裡可以看櫻花啊 上網搜尋台南愛哈米 搖小鯉 渺小麗造水 冷貼好助理 缺水很辛苦 省水有贝卜 省水器材轻松省 茶楼一滴也不浪费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你知道吗 在台湾平均每七分钟 就有一人被诊断出离弯癌症 而你十三分钟就有一人因为癌症死亡 这些不幸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正如提供了癌症筛检补助 可以帮助你避免造成这些影响 现在像大肠癌 口腔癌 子宫颈癌 乳癌 都有办法靠定期检查 来提早发现和治疗 成功率可以高达九成以上 光是九十九年这一年 在各县市的医护理论协制下 政府已经补助四百一十万人 做癌症筛检 早知一万多个还没有出现症状的癌症 和三万三千多个癌症病变 透过早期发现简单的治疗 成功的挽救 试图保贵的生命 癌症筛检是救病的工程 你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健康 检查服务资讯 请驾各大医院 卫生所或健康服务中心 请你赶紧去做检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区别的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区别的工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区别的工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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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特别也可以看到说 欧洲消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不管如何前一段时间跌很深的电子股现在绝地大反攻了 那么能不能够再继续延续这个气势呢 其实我们观察到这一波台北股市的一个变化来看 我们必须要先从国际股市来观察 其实以美国这一波反弹来看的话 又创下一个波段新高点的位置来看 台股在反弹到8200点的时候呢 似乎在这波的慢压又开始出龙 就观察台北股市目前来看的话 在整个8100点底下 还有到8300点这个位置来看的话 就是下有铁板那上有压力 观察到台北股市目前所发展的一个契机当中 我们可以观察到台北股市现在在这个位置来看 政府基金在7600点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逢低买进持股 但是在8300点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又在这边做出脱的一个动作 所以政府基金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操作的一个绩效来看的话 是明显胜过外资 那所以说目前台北股市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跟投资人报告就是说 目前国际股市的一个气氛来看的话 是明显转好 包括说整个香港整个中国大陆 还有整个美国来看的话 整个国际股市的气氛是好 但是我观察到整个台湾股市 就台股本身的一个实质基本面来看的话 我认为外销订单年增率的联5降 我觉得这个关键 像昨天这个盘石来看的话 似乎大家轻忽了这个重要性 外销订单的这个联5降来看的话 我们西部来看的话 最大的一个关键来看的话 包括说整个电子产品的一个销售不好 智慧型手机的一个成长趋缓都显示出现在欧美市场 或者中国大陆的一个市场的这些消费性电子产品来看的话 在整个第二季或第三季的一个展望来看 都没有预期来得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就是说 这些东西如果说都卖不好的一个状况底下 或者是成长趋缓的一个状况底下 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台北股市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台北股市目前来看 在8000点这个位置来看 为什么没有办法跟美国股市同创新高的一个潜力底下 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 似乎就有人偷偷在出货 而且是拉电子出传产 或者是拉传产出电子 所以以昨天这个盘面来看的话 就是拉电子出传产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样子一个拉高出货一个天下 对台北股市的一个后续的发展 非常非常的不利 所以我目前观察台北股市 还是属于一个区间症状盘 就如果说后面几天有出现急刹急跌的状况底下 投资的这边也不需要担心 在8000点到8100点 这边支撑力还能强的状况底下 我认为这边就是低阶高卖 是现阶段的一个操作策略 好 那其实讲到说 在最近可以关注到两岸 有通讯产业合作的交流会议 就在这个月的27号28号举行 当然今年来说 因为对于两岸来说 都是很积极的建构4G的关键年度 所以特别具有意义 那这一次的这个会议 议程到底呢 对于说两岸四G合作 跟成立一个厂策中心 要做一个进一步的讨论了 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到 像是侯海集团里面的建汉 最近的股价真的就很飘悍 那么昨天还一度标到35块以上 所以我要请教钟鼎 最近就是说在于这个交流会议之前 有一些网通股牵动了 那到底这一次对哪一些网通股 可以有实质的一个帮助呢 对 其实我们观察到 中国大陆目前现在跟台湾一样 也是在走4G这个题材 我们观察到最近中国 包括中国营共跟中国电信 目前的话 在整个4G建设的一个过程当中 都比台湾来得积极 那原本这一次两岸通讯产业合作 这个会议原本在8月份召开 那现在是确定是在这个月的 月底要召开 所以目前基本上我们观察到 就是说这一波两岸的4G网通的 这方面的一个合作来看的话 确实是增温性越来越高 这一波从7665点反弹以来 网通族群一直都是盘面的一个焦点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到中国移动 目前来看的话 采购4G LTE的一个基地台来看 预计到今年底或者整个今年的一个需求来看 大概是有20.7万个基地台的数量 那而且采购的规模来看 超过200亿的一个人民币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这一波由中国移动所带领的一个4G网通的热潮 我这边预估来看的话 整个4G网通的热潮 随着台湾本身的4G的一个建设来看的话 预估这一波的热潮 渴望延续到第三季到第四季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今年由中国移动4G网通基地台的一个 招标业务来看的话 对于整个包括说整个包括说森塔科还有华育的一个基地台天线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一波一个社会族群就在整个基地台跟天线业务这个上面 我这边有列一个小标给大家 包括说社会整个包括红海集团的台阳建汉 还有所获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森塔科证文 还有新串出来这个新复兴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一波的一个4G在炒4G这个资金来看 依旧能够在这一波的一个这些类骨中做流传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投资人必须要关注就是说 这一波来看法人他都集中在包括说台阳建汉跟森塔科这个位置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以这一波来看台阳跟建汉这一波已经率先创下一个波段新疗来看 我认为目前的话新串出来的这个新复兴是值得投资人这边做追踪 是好所以其实最近讲到说两岸都在这个推4G 我讲到说因为现在就是智慧型手机 这个过去说这个3G会不会现在用4G这个上涨速度更快 那么现在就讲到说 手机是不是需要就是中小尺寸的面板 其实在第三季中小尺寸是不是就是面板的旺季呢 那除了说当然在大陆的手机市场持续的成长之外 像是国际大厂手机跟平板电脑的需求 是不是也开始浮现呢 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要请教一下钟鼎 这个时候你怎么来看一下说 因为日厂跟路厂现在就有做一个大尺寸产现的扩增 但是反观我们的面板双虎哦 现在还是用旧有的3.5 4.5代厂来生产中小尺寸面板 所以你怎么来看一下这个的影响呢 我们看到这一波的一个大尺寸面板一个热潮来看的话 基本上呢除了易经电视之外还有这位型手机 都是持续往大尺寸这边做迈进 所以说整个大尺寸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 我认为这是未来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观察到整个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个状况底下 是整个台湾面板股最大的一个卫豹蛋哦 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一波是最大的一个卫豹蛋 我想说以中国大陆来看的话 在过去的一到两年间 它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扶持的力道 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厂商 它持续做一个包括说一个价格的补贴 还有整个政策的一个需求价值 但是我们观察到刚刚的整个价格的补贴 还有需求的整个价值降温的时候 对于整个产业的后续的反作用力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的一个全球的易经面板的一个需求的一个年增率 在过去的几个季度来看的话 它都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当如果说这方面的一个需求的一个降温来看的话 对于对于整个台湾的厂商来看的话 如果没有跟上这一波的一个状态 这边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观察到整个中国大陆 目前来看的话 整个政府的一个扶持的方向 也转去到整个大的一个面板来看 所以我们台湾的厂商目前来看的话 它还是在集中在比较小的尺寸的一个状况底下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一个需求没有跟上来 还有全球的一个状况成长趋缓的话 再来配合我们台湾的一个面板的尺寸 都介于在比较小尺寸之下的话 我认为目前来看的话 我认为台湾的一个厂商这边的压力就会比较大 那在我们面板双雄 奇美跟群创来看 我认为整个第三季的一个营收的一个状况 我认为这边都不太乐观 所以反映到股价面来看的话 这一波的反弹都没有他们两个人的份 所以目前来看 如果说这波反弹没有他们两个人的份的话 如果说这个大盘又不太稳定的状况底下 奇美跟群创这一波下跌破底的压力就会存在 所以投资人这边观察就是说 以整个面板的需求的话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反弹或低阶的标的 我认为这边值得投资人这边做留意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理财周刊投研部的经理李钟鼎 给投资人建议 谢谢钟鼎 谢谢玄玄 谢谢 是 所以的确看到近期 这型手机的营幕越做越大 包括这一周在台湾发表的Sony手机 营幕也是超过了6寸了 好 我们看一下台股的走势 现在下跌26点在8188点 在目前中金苑也下修了 今年台湾的GDP到2.28% 目前保三无望 不过是可以保二 我们先休息一下近广告 稍后回来再带您看期货的走势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理财周刊赢家日报 让您掌握当日股市动向 火线强股及每日盘式分析 为庆祝理财周刊周年庆 即日起至8月15日 开放来电索取免费体验赢家日报 索取专线0223926680 数量有限要强要快哦 吹记财啊 先用记财五分钟 理财周刊13岁生日咯 多项优惠开跑 快与我们同乐吧 由命运大师开光加持财运卡 特价368元 古丹花金油提炼开运香水 也只要988元 组合特价下沙1188 还送测刊及当看一本哦 订购专线0223926680 或上李周网站查询 你在看我吗 你在看我吗 你还在看我吗 用眼过度了 儿童越早近视 度数增加越快 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 两岁以下儿童 避免观看萤幕 大于两岁儿童 每日不超过一到两小时 增加户外活动 亲子共同预防近视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 关心您 房子在这个时代的工艺 有非常多的表情 从那房子的外观 你就知道里面住的是谁 它的外观绝对是很精彩的 在林口可以找到 非常多住的环境元素 把所有我们做建筑人的梦想跟感动 全部放在国家邀恩 打造一个让外面的人羡慕的表情 林口第一号宅 国家一号圆 用心的微笑 含蓄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腼腆但温暖 细心的微笑 低调但实在 真心诚意 只为了让你满意 我们有信心 让你好放心 微笑MIT 值得信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在台股今天开盘之后 早盘原本都在盘上震荡 不过10点钟过后 因为在中国方面 公布汇丰中国契约PMI指数 创了11个月的低点 所以是不是见到说 在昨天大涨的亚洲股市 今天又见到了一个比较震荡了 路股现在下跌了1% 那么是不是也让台股在10点钟过后 反倒是下跌的幅度稍微的扩增 我目前都在盘下的震荡下跌 21点在8193点 台股旗的动向 目前下跌20点在8114点 事实上也可以看到 昨天三大法人的期货的一个动向 昨天是多单加码 所以三大法人最终的近多单水位 增加到2663口 特别看到外资 外资昨天还大买现货106亿元 而且很多也集中在电子股 另外台股旗也翻多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看一下法人的布局 我们请教永峰期货的分析师 林汉伟 汉伟好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汉伟看一下说 昨天外资看起来期限货是偏多的动作 但是今天似乎都在盘下的震荡 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在大陆方面公布的 7月PMI指数11个月的低点 是不是显示让大家担心说 这大陆方面会不会有一些就业形势的恶化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 也就是说 现在外资回来买台股 可是会不会外资买 反倒见到政府基金在卖 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呢 是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今天台股会出现这么弱势的一个格局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10点钟公布出来的一个大陆汇丰的一个PMI数据 创下了11个月以来的低点 那正式来说的话 已经进入所谓的衰退期 大概维持了3到4个月以上 那也就代表说整个大陆制造业 目前的一个疲弱不增的状况 其实一直都没有出现一个改善 我们从最近整个公布的一些 大陆相关的一个经济数据 不管是你看到说 整个钢铁业水泥业 才能过正的一个状况 还是说整个一个所谓的商业银行 一些对于一些中小企业贷款 都似乎出现一些问题 都代表说 其实目前整个大陆的一个 制造业的景气状况 看起来似乎还是有比较大的疑虑存在 那这样的情况当然也就会影响到说 整个台股现阶段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就整个台湾出口的比重来看的话 大概有5成的比重来自于出口到大陆 加工在外销到所谓的欧美的一个市场 所以整个大陆的制造业的一个 景气的一个走落 其实也会让大家对于整个台湾的一个出口业 未来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号 那当然我们短线上看到说 台湾的电子股今天表现好像不错 似乎跟整个大陆的一个制造业的PMI 有一些脱钩的一个状况 那我认为说 其实当然今天台湾电子股的 主要的一个反弹是来自于说 我们看到说盘中台积电 鸿海 联发科 大力光 汉维科 等等的一些重量全职取得 重量的一个全职电子股继续做一个反弹 那这样的一个解读 大概也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今天外资对台湾的一部分电子股 应该还是站在一个买方的一个动作 但是大家要注意到就是说 今天外资看起来持续是买超电子股 但是它可能在金融股的部分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节 所以这样的情况也就代表说 就外资我们首先看到 它在期货市场的布局 目前当然由所谓的空单翻为多单 但是多单的水汇大概只有1126口 那就其实就起货的角度来看的话 也就代表说 外资对指数未来的一个空间 还有对未来指数的看法 它还是维持一个比较中性的看法 所以它在整个一个个股操作上面 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 比较类似配对交易 也就是说它前一波是 卖电子买金融 那现阶段的状况可能会转为 买电子买金融 那对出它的一个涨点的一个帮助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不大一点的 好那当然 这一周其实眼光也要关注在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是超级财报周 当然这一周公布的像是在德宜 是缴出了好的成绩单 另外在苹果方面 苹果在今天凌晨公布的 目前也可以关注到说 在第三季的获利跟销售双双 优于分析师的预期 那么其实苹果 这个美股盈于7.47美元 本来分析师预估说 大约是只有7.3美元 那么在这个时候 主要说是不是苹果的财报 能不能够缓解投资人的疑虑呢 因为投资人现在都很担心说 因为这个手机市场 真的竞争激烈 那再加上智慧型手机 看起来也越来越饱和 会不会让苹果陷入这个衰退的窘境呢 那主要我们也可以关注到说 这苹果财报出炉之后 看到说苹果呢 这个股价盘后一度狂飙5.5% 来到432块了 那么当然其实过去一年来 苹果在美国真的是跌了 股价跌了三成啊 但是不管如何虽然跌了三成 可是它的市值还是相当的大 还是真的是傲视其他的科技业者 不过我们可以光看里面的销售来说呢 iPhone的销售是优于预期的 但是呢iPad呢是比较 这个不如预期 因为呢iPhone啊 是卖了3120万只 那么iPad呢是卖1460万台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 这个汉伟 因为我们特别要看到的是 在这个美国的超级财报州里面 还有很多的公司啊 在台厂都有供应链 所以你怎么来看一下这个美国 因为毕竟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 又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在配合着现在超级财报州 你怎么观察对台湾的影响 我觉得台湾的部分的话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上个礼拜公布的一些 美国中央级的电子财报 其实交出来成功都不太好 那当然说昨天公布 不管是德州仪器 还是Apple的一个部分 交出来财报 似乎是让大家比较满意的 但我觉得当中 大家还是要必须注意到 就是说德州仪器 当然财报 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Apple的财报的部分 我们还是看到说 它不管是净利 还是说毛利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已经连续3季出现一个衰退 那当然整个获利的部分的话 交出是比分析师预估 还要来得好的一个陈迷站 但是我会认为说 如果你就整个一个苹果现阶段 不管是在销量啊 获利啊 出货的状况来看的话 其他都已经呈现一个 衰退的一个格局 那就代表说 其实后续苹果的部分的话 可能它就已经失去 原先贾博士还在的时候 那个光环 那也就代表说 其实台湾相关的一个 苹果供应链 可能大家不能够期待说 它会回到像去年或前年 苹果供应链 所谓对苹果光的一个光环 那这些苹果供应链 相关的一个股价 我都认为说 短线上看起来 似乎还有一个反弹的空间 但如果以中长线的架构来看的话 所持朋友可能不能抱 太过过高的一个期待 那反而大家还是要看到说 其实最近整个一个 国际股市的一个状况里面 当然美国股市的部分 道雄持续在往上创高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它整个一个相关的 一个传统的产业 尤其跟房地产相关的一个行业 还有计算相关的行业 最近都有持续在 网上创高的一个状况 大家要注意到说 其实最近美国跟消费 还有所谓的一些 电子相关的行业 其实股价都有一些走落的迹象 这也就代表说 整个美国现阶段的一个复苏 是来自于说 整个房地产跟车市的一个复苏 但是其他相关的一个 消费产业的复苏的状况 其实是差强人意的 那也就造成说 其实大家还是要密切注意到 美股的部分的话 似乎有一些 涨不太动的一个状况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 跟他整个一个 第二季的财报公布出来 其实目前整个财报 优于一期的一个加速 跟上一季比起来 已经有出现一个下降的状况 那这个可能是 大家要特别小心 就是说 如果美国股市 还是维持在 历史高档的一个位置 但企业财报的部分 并没有办法像上一季 交出来那么好的一个成绩 但这可能会成为说 引发美国股市 短线一个获利要钱 卖亚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大家后面还是要 必须要去注意到 就是说 美股财报 陆续公布会 带来整个一个 美国股市 相对来说 会有一些风险 出现的一个状况 是 好 非常谢谢 永峰奇货的分析师 林汉伟 给投资人建议 谢谢 好 此刻 也可以看到说 除了美国的财报之外 现在也根据公布 美国的五月的房价 整体来说上涨了0.7% 这可是比去年同期来说 房价涨了7.3% 那么显示房价 还是持续地上涨了 这是因为市场上 想卖房子的人比较少 可是想买的人比较多了 这是目前公布的一个数据 只是说美国的制造业 倒是这个意外的走软 这是目前美国方面的数据了 好 看到大盘的走势 现在下跌22点 在8192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稍后马上回来 新北副独新 核心经典恩歪普至 家道市中心 捷运三镇零距离 黄金十字轴 台湾电影文化中心 千平生态园区 顶级音乐泳池 优美情见丽面 超级景观四十平 绝版收藏 珍稀喜刺 饭店市国际寓所 恩歪普至 贵宾专线2276-6608 好奇怪 东西要吃 我都没法洗 那原来怎么 洗不洗不完 钱就像在放水 保证给我看你 要是 如果那样的你还用不乱 好 你每天忙來忙去都忘了照顧自己 我當然要按時幫你繳國民年金 讓你細細有保障 而且現在自己只要繳60% 保障就有100% 還現場進入保障的40% 不太厚了 整天賺你去到最大心 國民年金輕鬆繳 終身保障不會少 頭痛 請用五分鐘 雙殼最美 代代相傳的鳥與花香 圓立和平 2948 3988 圓立和平 嘴記聽 先用記聽五分鐘 請用心的微笑 含蓄但深刻 真心的微笑 勉腆但溫暖 細心的微笑 低調但實在 真心誠意 只為了讓你滿意 我們有信心 讓你好放心 微笑MIT 值得信賴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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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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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出我们请教的是 目前在线上 运达投股的分析师 钟茜茜 李荣好 是 李荣前一段时间 看到都传染股在创高 像核泰车 同一 同一超 联华石 但是昨天我们看到 电子股来接棒了 你怎么看呢 好 电子股这个地方似乎有去接棒的迹象吗 我打个问号 其实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昨天的一个行情是由电子股去做一个跌升反弹的一个动作 可是呢如果我们去把整个主要的分类指数 电子分类指数的这个K线图打出来 很明显的 今天的电子分类指数 它才去回补缺口 但是大盘呢 昨天就已经理线去做一个回补缺口的动作 如果去看到金融分类指数来讲 它其实更明显 因为它没有缺口可以补 它是直接向上创下一个波段新高 所以这个地方谈电子去接棒 可能还太早了一点 因为毕竟昨天强势的宏达电这个地方 很多人开放融资的第一天 担心没有买到宏达电的最低点 所以纷纷的去抢反弹 抢反弹的结果 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都没有实际上的甜头 但是呢 电子股这个地方也不能全面的 就说它不好 而是整个有一个 现在电子股线下电子股最明显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就像一年多之前的苹果概念 非常非常的雷同 当初的一个电子股 它只要踩到苹果概念 不管是什么电什么颗什么光 哪怕只是沾到苹果边苹果皮 那么哪怕只是吃到这个屑屑 它的股价都可以涨上来 市场都愿意给它比较高的一个本益比 那么现在很多的电子股 它开始逐步走一个靠航的动作 它开始靠航船产 尤其在汽车的部分 其实非常非常明显 所以在未来电子主轴当中 电子的一个靠航的一个状况 投资人应该持续去做一个关注 昨天整个 在整个美国股市公布了两家 这个重要的一个半导体大厂 它的一个这个获利状况 分别是德州仪器还有义发半导体 那么德州仪器它的获利来讲是6.6亿美金 那么美股获利是这个53美分 那么这个地方呢 它的一个成长性来讲是43% 相较去年 那么可是呢 义发半导体就惨了 因为它亏损1.52亿的美金 所以昨天的义发半导体的这个股价是重挫7% 那么来到近期比较大的一个跌幅 那么对照整个德州仪器的部分它上涨3% 那么今年整体的一个涨幅来讲25% 真的是天壤地别 一样都是做半导体的 那么当中最大的一个差别 就是德州仪器 虽然整个PC的个人电脑需求衰退了 可是呢 补上来的这一块是工业设备 还有汽车的部分 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美国的 汽车的销售这个地方 开始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攀升 那么换句话说美国的景气上来了 景气上来的一个情况下 11住行 娱乐其实都有社会 所以这个地方美国汽车的一个产业复苏 是传统汽车的一个亮点 当然整个汽车起来以后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比较整个AM后段 这个维修市场的1319的一个东洋 它的股价是持续持续的往上攀高 而且呈现一个多方的一个走势 那么传统的一个汽车的一个领主件当中 比如说1522的一个提维C 可以注意一件事情 车登的一个股票 这个地方也持续往上去做一个攻高 那么Porsche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协力厂商 2233的一个羽龙 这个地方创下波段新高之外 还是历史新高 换句话说在这个地方 整个汽车的一个族群 这个地方其实很多的 不管是从未来的一个营收角度也好 或者说近期六个月的营收角度也好 它都是持续的攀高 那也无怪乎整体族群 即便没有什么太大的成交量 比如说2231的维C 这个是做所谓的一个汽车用的一个胎压检测计 那么股价都能够创下波段 甚至是历史新高 所以它很明显的是一个趋势 因为它整体族群在走 那么另外一个跟汽车相关的一个趋势 就是整个汽车未来会智慧化 我当初在三个月之前跟各位报告过 传产股科技化 科技股传产化 来到这个地方 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以前手机会变聪明 未来汽车也会越来越聪明 从整个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一家 电动汽车的一个大厂叫做TESLA 那么在近期的股价飙涨之后 上个礼拜曾经回档之后 开始继续往上涨 那么今天有一则很重要的讯息 是2392的一个证位 它打入了TESLA的一个供应链 那么股价直接亮灯涨停 那么这件事情背后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含义 郑威它虽然打入了旗下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但是它实际上所有的营收 要调整到位的时间 原则上还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 可是股价先亮灯再说 表示什么市场对于这个题材 或者是这个梦 可以给比较高的一个本益比 第二件事情是 郑威如果打到TESLA 需要打到TESLA的一个供应链 表示电动汽车 它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 成熟的一个技术 而且随时可能会出现 一个明显的一个量产 在明年后年 可能出现高幅度的一个成长 所以需要一个 有产能的一个合资的一个伙伴 所以在这个地方 车用电子的部分 你可以注意一下 2355的竞篷 虽然挂在电子股 但是跟滑通之间 有多大的一个差异 这些都是PCPA 但是竞篷踩到了 车用的一个PCPA板 所以它的一个股价方面来讲 欲小不易 直接从二字头到三字头 四字头来到五字头 将近逼近六字头 昨天创新高之后 今天才拉回 那么包括在整个 整流二级级的部分 8255的一个同层 这个股价冷了多久 但是它就是股价 缓步缓步盘迁的过程当中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新高 那么3665的茂连不用讲了 踩到特斯拉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那么并且又有投信 跟外资筹码的一个同步加持 在今年的7月份 这个月以来 涨幅从50块一路飙涨到了 95块6毛钱 已经将近一倍的一个涨幅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请各位去注意 不要再去拘泥 一定要什么电 什么磕什么光 或者是那个股价 从很高档掉下来 希望去捡那个便宜强 那个反弹 而粗略掉了这些股票 它走的是一个 长多的一个格局 那么包括什么 包括8996的一个高利 这家公司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是做所谓的 这个特斯拉相关的一个 车用电池的 也就是所谓的一个 这个核心的输出端 那么相对而言 你可以看一下 这支股票的一个股价 它没有很凶 但是它也慢慢缓步 缓步的再往上去 创一个性高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这是一个趋势 非常的一个明显 既然市场上 第一个它可以给予 车用电池的一个股票 比较高的一个本益比 再加上原本的 传统汽车零组件 它本身就有所谓的 一个营收成长 基本面的一个加持 那么相对而言 我认为 这个另类的一个 传展股科技化 它其实也在电池当中 去做一个诞生 那么另外我要补充的 一件事情是 大家不要只是看到 整个TPK它跌生了 或者是宏达电 它跌生了 所以因为它的一个价位 觉得它很便宜 我要告诉各位 虽然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整个智慧型 手机的一个最主要市场 应该在中低价位 那么中低价位 最主要市场 应该也在中国大陆 可是各位要知道 中国大陆扶植的一些厂商 他们也很清楚 中国大陆政府 我是主人 我肥水不落外人田 这也是人之常情 所以有很多中国 扶植的一个公司 它已经逐步逐步 不需要去仰赖台厂的 技术资源 甚至跟台厂买东西 所以比如说我们这边 我们有骄傲的TPK 可是人家有所谓的欧非光电 而且在6月底7月的时候 已经开始 跟你杀价竞争去抢单了 那么比如说 我们这边有骄傲的宏达电 人家有HTC1 可是人家有什么 人家有中芯华为 人家有什么 人家有所谓的一个小米基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还有稍微 目前还可以骄傲的245色联巴哥 可是目前的一个展讯 它的一个股价走势上面来讲 也非常的凶 所以技术都跟得非常的紧 如果真的要讲 唯一还可以大幅领先的 应该就只剩下2330的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目前的一个最主要的市场 它不是只是放在中国大陆而已 而是在全球 所以换句话说电子股当中 即便是竞争力最强的一个台积电 这个地方可能都会陷入 比较明显的一个泥沼 那就更不要讲二线三线 四线的一个股票 所以现阶段的一个行情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倒不是指数的涨或者跌 因为指数的涨跌 你们看两件事情 看五日均量跟十日均量 它什么时候会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一定会先做回档 这个在此之前不用去猜 可是这个行情的一个主流 无庸置疑 它绝对还是停留在传产的部分 甚至于在部分 踩到传产的部分 靠航传产的一个电子股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虽然今天1216的一个统一 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拉回 但是它涨多了拉回 如果这个股票的跌 是因为涨多而修正正向乖离 那么它还是一个多头走势 逢低一定是找买点的 或者是1201的这个位权 在股价创下15年来 新高之后 今天持续的方新位按 那么它都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像这种股票 波段的强势股 你要利用短线上拉回的时候去买 比如说之前有一档股票 它很凶做鞋子的 做AI 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做鞋 这样的薪水 可能都比工程师还要来得多 其实它就是一个产业的趋势 9910的风泰 之前的一股股价非常的凶 那么在近期跌了两根跌停板之后 快速的站回这个第一根跌停板的低点 它代表什么 因为它有趋势的保护 所以像我们回过头来看 事后的角度 或许都有很多的股票 我们都错过 可是我们错过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 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个公司 现在在复制之前大涨的一些公司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在9921的一个巨大 它要大涨之前 它要大涨之前的一个前一波 也有强烈的洗盘 甚至跌停 甚至2106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部分 在这一波涨到80块7的前一天 第一波的一个第一根黑 它也是所谓的一个跌停板 甚至于在整个规模的部分 它目前的一个股价都呈现一个中断的整理 但是什么时候会再做一个发动 它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 所以如果这个产业的趋势 整体的传产股的一个趋势 没有改变之前 或者是资金还没有从传产 流到电子正式表示 流到电子并且正式表态之前 我认为传产股依然是科技化 科技股依然是传产化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运达投股的分析师 钟离荣 谢谢离荣给投资人建议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的确 最近传产股真的是 非常的强势 其实包括像纺织也是 如虹都已经占到200块以上了 还有包括像巨阳 巨阳目前的股价也179块 其实在上一周都是创了历史新高价的 好 泰股目前走势 持续在排下的震荡在8191点 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稍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痛 请用育分珠 运达投股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吹记贴 先用记贴五分珠 新北副都心 核心经典NY普至 家道市中心 前运三站零距离 黄金十字轴 黄金十字轴 台湾电影文化中心千平生态园区 顶级音乐泳池 优美情建立面 超级景观四十平 绝版收藏珍稀喜刺 饭店市国际浴所NY普至 贵宾专线22766 08 爸爸 俄牌清理窗 专利付的是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俄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股也是 男友 各位观众好 我是郭凯 夜晚是为了展望明天 做好准备 股市完报 汇集了最新的财经新闻 以及股市资讯 让您睡得安心 迎接明天的投资更放心 大户主力在哪里 主力筹码分析软体 法拉利赢家 能清楚掌握大户主力筹码 让您用最简单的方法 跟着主力进出股市 轻松赚钱 赶快上网查询 近日主力动向 我回来了 今天又传出一起 你洗过什么吗 洗过了 換衣服没 穿过了 家有5岁以下 婴幼儿家长 应提高警觉 观察幼儿是否发烧 手脚有无红疹 或是口腔出现水泡 如果家中幼儿感染肠病毒 而且出现噬睡 呕吐 抽搐等病症 应立即转送大医院治疗 提高警觉 战胜肠病毒 卫生署疾病管制局 关心您 民国55年 全台国小每班 约52个学生 当时 约20个年轻人 抚养一个老人 民国101年 全台国小 平均一班 约25人 预计民国111年 约4个年轻人 需抚养一个老人 随着社会的变迁 少子女化与高龄化 已影响年金制度发展 谈息下一代 请支持年金制度改革 大盘 大盘在目前持续地在盘下的震荡 不过看到亚洲股市 昨天大涨的路股 现在倒是下跌了超过百分之一 因为今天在汇丰公布了 在制造业PMI指数 倒是见到创了11个月的低点 只有来到了47.7 这是连续三个月低于50的 胜衰的分界线 让陆股今天比较疲弱 港股下跌了接近0.5%的幅度 不过可以看到的是 在近期反倒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就强调了 中国的经济成长率的底线是7% 升高市场对中国将采取行动 确保成长稳定的预期 那么在这个时候 也可以关注到日本方面 日本今天是下跌的 不过看到日本的财政 跟货币刺激政策逐渐的 是不是有见到成效了呢 因为日本的内阁府 昨天公布了月度的报告 连三个月调升经济的评估 而且还说过去困扰了 日本15年的通缩情况 开始消退了 而且企业支出也是 见到了首度的提升 商业的景气 也是五个月来的首度改观了 另外看到其他的新兴市场 近期看到说像是巴西 还有呢在印度印尼都有升息 这是要阻贬本国的货币 可是呢会不会紧缩货币 反倒伤了经济 这都是观察的一个现象 那么台股目前是持续的 在量缩的震荡 该怎么看今天的盘势 我们请教起巴特无顾的分析师 郑伟群 伟群好 薛民好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伟群 今天我们看到多工对质的现象 您怎么观察 好的我想呢 昨天大盘大涨了100多点 那量能上到900多亿 那当然呢 有很多的股票是做一个跌升的反弹 那跌了那么多 当然呢 这些比较弱势的电子股 一天的反弹也是很重要的 那但是昨天在盘中 我们也特别提到了 说2498的宏达店 没有做一个涨停所使的动作 那代表说这个气势来说呢 有点呢 还是美中不足的 对不对 那所以你看到今天呢 2498的宏达店 早上冲高之后 现在又在盘下做个震荡 那当然呢 你说整个一个盘势来说 近期美国股市 还是持续的创新高嘛 对不对 你看到刀继众 还是能够持续创下历史的新高 那现在呢 比较有杂音的 就在整个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中国大陆的部分 我们也特别提到 我说呢 最近他们打压好像看起来要结束了嘛 你看到说 每天呢 中国大陆A股的一个指数 都有做一个拉尾盘的呈现 那近期这个底部来说 也逐步的扎实 那虽然说今天呢 受到一些经济数据的不好的影响 而在做回撤的动作 甚至呢 在市场上 也有一些讯息说 中国大陆那些上市贵的公司 科技股的公司呢 他们都在偷卖股票 今年呢 前七个月卖的比去年还要多 因为看到呢 景气好像不好嘛 他们先卖 那这样的坏消息一个打压 你看到说今天的入股就表现得不好 不过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说 基本上呢 你看到 在台湾来说呢 尤其呢跟中概相对联动的一些 比如说那统一啦 比如说卫权啦 比如说昨天的东元啦 都能够创下近期的新高 也代表说 基本上呢 中国大陆我认为说 近期一个打底的态势不变啦 甚至宣宣刚才也提到嘛 对不对 李克强的底线就是7%嘛 一个成长率的 一个最低的底线嘛 那当然他们还是一个人为 可以控制的市场 可以压下来 当然也是可以拉上去啦 所以这边来说呢 整体呢 大盘今天呢 来做一个量缩的震荡 那量缩的震荡来说呢 他没有攻击的讯号啦 那甚至你看到说 在整个外资呢 在期货的布局来说 也是多空来说 都比较少量啦 也没有大多 也没有大空啦 一个没有一个方向性出来啦 甚至本土的自营商呢 在昨天呢 大盘拉了100多点之后 自营商多单也出掉了 那所以这边来说 就是等待一个讯号 一个攻击 那这个攻击的讯号来说呢 第一个就要找强势的族群 强势股来说 最近的金融股 那最近的鸿海集团 你看到317的鸿海 2314的台阳啊 3062的建汉啊 甚至呢 今天一早就有好消息的 2392的震危啦 这些强势股能够带动 那当然呢 弱势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提到的 2498的宏达店 对不对 昨天涨停没锁死 那今天至少 你也要拉个红吧 那或者说 你至少也要站上 五日均线之上的 那明天如果说 能够突破的话 那这边来说 跌升反弹带动 人气也会回来 那甚至呢 你看到了3673的TPK 也是一样的 那TPK 也是跌升的 一个股票之一 那你看到 昨天呢 也不强 那今天呢 也还是一样在盘下 做个震荡 那所以这边来说 就是看这些 跌升反弹的股票 只要说它能够 强势的反弹 带动市场的量能 带动市场的人气的话 那我认为说 这个放量攻击 那甚至昨天 回补缺口之后呢 近期来说 就是要挑战的 前波的高点的附近了 那如果说量能 没有办法放大的话 它还是要做回撤 那回撤呢 那我们就先看基线的支撑 就可以了 好 那其实今天也可以看到说 在今天的 营建族群的走势 营建谷里面 今天可以看到像冠德 还有半根掌停板的幅度 另外也可以看到说像是 长虹拉滑过又接近百分之一的幅度 主要近期讲到说 是不是这个奢侈税 现在是研议说可能 由过去的两年 是不是也要来做这个延长的动作了 那但是呢也可以看到 还有包括说这个房产交易里的这个 这个实价登陆制度也是十十块一年了 实价登陆之后反倒发现 这个全国的房屋交易量是增加了 接近百分之五 就是因为资讯的透明度提高了 减少了买卖双方的摸索期 现在真的看到金华区 几乎天天重交 首购组也成了主力 而且现在呢 这个也公布说台北的房价 这八个月来涨了超过百分之六 所以呢副市长张金二先生 也发布了一个所谓的叫住宅价格指数 其实其中看到中山区 中山区 南港区 涨幅都是超过一成的 所以行政委群 当然除了在这个部分 大家最近现在也观察到桃园航空城 那你有没有看到桃园航空城的一个表现呢 好的我想今天早上在应该的 从八点四十几分到五十分之间 情后开完之后呢 他其实再有 再有一个讯息就报道说 桃园的县长嘛 吴志洋先生说 台北航空城呢 已经启动了 准备要开始了 那你看到了今天呢 台北航空城的股票呢 又开始活蹦乱跳嘛 对不对 2613的中柜呢 早上一早就攻上涨停板 远雄港也攻上涨停板 那2607的荣运呢 也做过补涨的动作 那不过呢 到现在为止看到说 这些股票涨停没有锁死啦 那涨停没有锁死呢 代表说基本上呢 有可能呢 有一部分的人还没有上车啦 或者说呢 市场呢 前坡一个套牢的卖压 在做解套的动作 所以这边来说 如果说 我们要以指标股来看 2613的中柜 你可以看到说 今天呢 它是最强的 涨幅最大的 那正好呢 今天一开盘 攻上涨停之后 又来到一个纠结金线的区域啦 要不要年线附近来做个震荡 那这时候年线跟季线 还是做个反压的走势 那就要看明天 能不能突破一个季线的反压 甚至呢 2607的荣印也是一样的状况 你可以看到说 今天呢 荣印的一个走势呢 比较强一点 站上了年线之后呢 今天呢 突破了一个季线的反压啦 对不起 半年线的反压 那半年线来说 它如果说能够突破的话 那能够放量 甚至呢 能够突破六月初 那个一个大量区的 一个套牢的高点的话 那我认为说 真的 一个桃杨航空城 当然就是政府呢 现在最重要一个政绩的政策啦 那这边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嘛 所以我认为说 这边这个题材是常多不便啦 只不过操作上面呢 你就是不要随着媒体的起舞 那当然随着筹码面 随着技术面的操作就可以了 是 好 我们非常谢谢启发投股的分析师 真伟群给投资人建议 谢谢 谢谢 好 投股现在在8188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稍后马上回来 我回来了 今天又传出一起 你洗过什么吗 洗过了 换衣服没 穿过了 家有5岁以下婴幼儿家长 应提高警觉 观察幼儿是否发烧 手脚有无红疹 或是口腔出现水泡 如果家中幼儿感染肠病毒 而且出现噬睡 呕吐 抽搐等病症 应立即转送大医院治疗 提高警觉 战胜肠病毒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关心您 古海茫茫千变万花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其他投顾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 其他投顾 02-2389-8689-2389-8689 二代健保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 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新增六项补充保险费 加强关怀弱势提升就医品质 公开保险病床查询 增加医疗资讯透明度 建立财务收支联动机制 保费收入与医疗支出要平衡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真无闲 开心 玩乐 嬉笑 是每个孩子成长的权利 性侵害的阴影将夺走孩子的笑容 守护儿童免于性侵害 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性侵害咨询保护专线113 PMG国际团队 献给那壶最美的礼物 树的大阳台 水的空中花园 一户一提厅 一户双树院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 胡日 2785 088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台股在昨天 在电子股的反攻之下 也见到了大涨白点 不过今天似乎是稍微的震荡 当然除了因为中国公布了 在最新汇丰的PMI制造业指数 连续11个月的下滑之后 那么是不是让今天雅股也比较震荡呢 尽管昨天外资还是大买了台股 106亿元 而且在台指期的部分 也见到的是 现在转为多单 进多单还留有1126口 但是仍然今天还是让盘式的一个震荡了 在8200点这里游走 那么到底该怎么观察台指期 我们请教的是巨洋头顾的分析师苏建民 建民好 谢谢各位投资人 大家好 建民 今天的台指期您怎么观察呢 好 我想今天的台指期的一个部分 在开盘之后 然后到目前为止都比较偏向一个 所谓的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想在经过昨天的一个上工的一个行情之后 我想今天出现一个震荡是在所难免 那我可以去发觉到说 今天是所谓今天是礼拜三 是所谓周选择选的一个结算日 那一般来讲 其实现在每个礼拜三 都会碰到一次结算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一般来讲 通常结算的一个行情 如果要发动的话 在开盘的时候 甚至是线路一开盘就会发动 那如果说10点之后 甚至是到了11点 到现阶段为止 行情依然如果是呈现现在这样的状况 还是在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整理的话 那后市到收盘的一个盘式 就很容易持续这样子一个震荡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 以所谓这个周选而选 今天的一个结算的一个 未平仓量来看的话 目前在所谓买权的一个部分 就是上档的一个压力 在8200点 那卖权就是所谓支撑的部分 在8150 那也就是说 今天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会呈现区间的震荡 甚至就是在所谓的一个 8150甚至8200的中间 作为一个游走的原因 我想就在这里的一个部分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去观察到一个现象 因为其实这两天是以电子类股 作为一个主导的一个动作 那相对来说反而是一个所谓金融跟传产 都偏向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 1216的统一的一个部分 那统一今天做一个震荡 然后拉回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看到说5347的世界先进 我想昨天有跟各位所说的提到 所谓台积电的一个概念股的一个部分 因为今天是台积电配发股票 配发股利的一个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说台积电相关的概念股 它还是持续能够在红盘之上 那甚至像短线上面 稍稍比较偏向一个题材部分的话 像2349这个莱德的一个部分 那就所谓Google眼镜的一个部分 今天开盘就呈现了一个 跳空涨停板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去发现到说 既然有这些族群 只要还是以电子类股 作为主攻的一个部队的话 像航行的后市的发展 还是值得做一个多方的一个期待 那至于今天的一个现象 今天的一个现象的话 就比较容易呈现区间的震荡 如果做短线当冲的投资朋友 其实可以做一个稍稍退场 做一个观望的动作 因为今天的一个当冲的利润 可能不会太大的一个状况下 如果冒来去做操作的话 可能会容易流于一个最高沙地的一个现象 所以今天的操作 下半场大概就会呈现这样子的一样子 那后续的一个发展 我想7月30号是所谓摩太子的一个微品上 所谓摩太子的一个结算 那通常在它的结算之前 容易会出现一些行情的出来 所以后续就持续去观察 因为现在目前还是呈现一个多方的一个格局 因为它是先去回补 所谓加权指数 大盘加权指数的K线图 先去回补所谓8200点 最近的这个空方缺口的部分 昨天已经回补了 那回补之后势必会出现一些震荡 因为我们看到说 目前的一个加权指数的K线图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目前的K棒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好 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那代表说航行还是偏多的一个思考 那如果说是偏多的一个思考的话 就不需要说去 我们去看压力在哪里 就比较不需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 预测的一个动作 所以后面整体的一个发展的话 我还是做一个结论 今天的一个下半场 容易还是呈现一个震荡整理的一个走势而已 那不需要去追高杀低 那后面的一个走势 我个人认为说 以均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想后面的一个短度 还是值得大家做一个期待 提供给大家参考 是 好 另外也可以关注到说 在今天在盘面上 有这个讲到说 这个苹果的财报公布之后 那么现在有没有见到说 访人圈就预估说 对于软板这期营收可以摆脱平弱 借增率上看了 三成到四成的幅度了 营收的高点可以落在10月 11月之间 那么另外呢 除了软板之外 那么还有HDI版 今天也见到了华通 华通上涨了四毛钱 3037的星星 昨天突破了季线之后 今天稍微在季线这里震荡 但是呢 外资连买了10天的幅度了 另外呢 也可以关注到2367的耀华 耀华目前上涨两毛 希望他请教一下建民 你看一下在今天软板 跟在HDI版的表现 我想软板的一个部分的话 会跟今天一个消息有绝大部分的关系 就是苹果在凌晨的部分 盘后发表了一些他的财报之后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他的状况其实是算是符合市场上面预期 甚至是优于预期的一个状况 因为我想我之前跟大家有特别提到 苹果的一个财报 我个人认为优于预期的一个机会比较高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这个苹果股价相对比较疲弱 那也没有推出新产品 那可是现在来讲 都有机会推出一个新产品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我个人认为说 他这个财报 我有机会优于预期 那我想目前来讲 也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以所谓的这个 iPhone的一个销售量的话 在他今天凌晨所发表的一些财报 iPhone销售量来到3120万只 那会比原本预期的2800万到3000万只来的一个好 那另外iPad的一个销售量也是来到了1460万台 那也是比预期销售的状况来的好一些状况 其实我们就看到说 其实Apple的一个新产品 已经7月份已经开始出货 不管说是平价的所谓iPhone 甚至是iPad 5 而且未来的所谓的iPhone 5S跟iPad mini 新的iPad mini的部分 将会与未来的8到9月都会做一个出货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到说 因为它已经在8到9月先出货 所以是并拉货是放在前面 所以对于后续的一个软板的一个族群的一个财报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那比如说我们先看到说 刚刚确确提到这个2313的这个华通的一个部分 我想华通今天是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去发现到说 其实它在所谓的7月11号 进行了一个出货席的动作之后 股价一路的往上做一个公告的动作 而且特别是在昨天外资买超了5783张 然后所谓的自营商也买超了4245张 我们可以去发现到昨天华通的一个成交量 是大概4万张 将近4万张左右 可是法人的一个 我想外资跟自营商的买超 合计将近1万张 也就是说昨天整体的一个华通的一个买盘 有四分之一 25%的一个部分是被法人接走 但是昨天的融资是下降了1585张 那所以以上是从外面的去做一个解析的话 我们不能发现到说 以现阶段的一个状况下 华通的一个筹码已经确实的由 这个所谓的一般投资人散户流入到所谓法人的一个手上 所以后市上面说 还是有机会在持续往上做一个攻击 那另外像2367的这个要滑的一个部分 可能投资人会觉得说 华通可能涨比较多了 那如果说有没有稍微低机器的可以选择的话 我想2367的要滑的话 是比较偏向一个落后补偿型的一个个股 因为其实昨天的部分 我想虽然三大法人在这一档个股 并没有做太多的一个琢磨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要滑的一个进度线型的部分的话 以所谓的均线的结构 我们可以去发现到说 目前来讲它是呈现一个多手排列 那今天往上跳空 攻高之后 好 攻高之后 金线就开始出现一个上扬 那上扬之后就有机会去挑战 前波高点12块1的一个动作 那另外像这个 所谓的这个6269这个台讯的一个部分 我想台讯也是一样的状况 所以近期以来 昨天外资也是出现一个买超的动作 虽然我今天去挑战 所谓的一个年限是失败的一个状况 可是后续上面来看 我想这个产业面没有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太大状况 在所谓的HDI跟软板的部分 这几档个股还是值得大家做一个留意跟观察 好 另外也可以关注到说呢 在今天2357的华硕 华硕现在下跌了一块 还有红积 红积下跌两毛 不说到电脑应用展开跑了 那其实也像是技嘉 也都主打 Intel这Huswell的平台笔电 只是说呢 现在这Intel主流的处理器 Core i5跟i3要8月中旬之后 才会陆续的交货 那现在会不会让电脑厂商 冲刺医院保守 让第三季忘记不忘呢 那市场现在只好既忘第四季了 笔电大厂的法说会 在8月中 是不是陆续登场就可以 见到一些端倪呢 好 我想关于所谓的一个 Notebook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在这个8月1号到8月5号 也就是最近的一个状况 在台北会有一个电脑的一个 国际应用展的一个部分 通常这个时间 对于所谓的NB类股 都会多多少少 有一些激烈的效果 那另外我们重点去看几两个股 像这个2356这个应业打的部分 今天最高是来到掌停板的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去发掘到说 外资的一个买牌 外资的买牌从6月24号开始 一路的进行一个买操动作 6月24号 那个时候股价才在13块半 刚刚起涨点的一个位置 那目前来讲 外资几乎是天天做一个买操的动作 甚至是它初选席之后还是失去创高 已经早就已经完成天选席的一个动作 那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 而且它融资失去做一个下滑 那以所谓的2356这个应业打的部分 还是失去做一个看好 那如果说投资者觉得 它稍稍偏高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些个股 比如说像2377的这个微信的部分的话 微信的部分的话 也是所谓的这个电脑展的一个概念股的部分 那今天出现了一个往上公高的一个状况 我们可以去发展到 它的状况其实跟所谓的一个应业打有点类似 就是说外资的买盘持续有在进入 当然它买的一个量没有像所谓的应业打 那么样的一个多 可是我们可以发觉到说其实它的一个外资的买盘 然后投信那个所谓的一个融资的一个下降 都蛮符合所谓的一档要上涨的个股 它应该要具备的所谓的一个筹码的一个条件 那另外一档像这个2324的人保的一个部分 我想人保的部分我想状况就更为明显 在它所谓的一个外资跟投信的一个买盘 持续的一个进驻 那特别是所谓外资的一个买盘 外资的买盘在7月3号一次大买了五万两千多张之后 买了五万两千多张之后 那一天的成交量是十亿万张 外资就占了一半 那到底它的意图在哪里 我想已经很明显 今天持续创一个破断跟新高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说在投信的部分 投信在所谓5月28号之后 就持续的买超 从来没有买超过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股价一路跌到16块的时候 投信还是持续在买 那现在股价又创了破断新高 我想法人都是这一波的一个赢家 那当然散户的一个部分 融资也持续做一个下降的一个动作 可是我们就看到说 其实人保如果我们把图放大的话 那目前的位金还是低的一个部分 所以我想人保跟所谓的微信的部分 在Nonebook的一个概念股 还是值得大家做一个留意的焦点 提供给大家的参考 好 我们非常谢谢巨洋投股的分析师 苏建民给投资人建议 谢谢 好 台股目前指数还是在平盘下方的震荡 那么亚洲股市里面 目前在这个陆股方面跌幅稍微收敛 日本还有在港股的部分 跌幅现在也有做收敛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稍后马上回来 通通 请用五分珠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股也是 代用 嘴起庭 相用起庭 五分珠 阿瑟 听说你又买房子了 股票我就贪一点点了而已 对 不 买同一股票 都在你爬 这个股票要怎么买才对啊 我跟你说啦 我们要再开线啦 不用那么麻烦啦 我有一个专专业的人在给我看 刚才买房子的时候一堂店 这个妹妹就给我看电脑都会要的啦 你说什么妹妹啊 一切都交给自己人就对了啦 二代健保102年1月1日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新增6项补充保险费 加强关怀弱势提升就医品质 公开保险病床查询 增加医疗资讯透明度 建立财务收支联动机制 保费收入与医疗支出要平衡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尊重著作权就是保护创作人的生命 请支持合法授权 保护智慧财产权 预防单格热流行 请主动做好防治工作 主动清理聚焦环境 检查室内外有无积水容器 屋顶排水沟 地下室等积水要清除 动员社区力量 主动整理社区环境 五堆积废弃物 民众若拒绝 规避或妨碍主管机关等相关人员 所从事之防疫工作 最高可处新台币六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罚还 疾病管制局关心您 别让一时错误的行为 造成两个家庭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酒后驾车已经造成许多人死亡 及家庭破碎 不要心存侥幸 只要喝酒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目前看到亚洲股市 陆股方面现在跌幅收敛 那么事实上也可以看到说日本内阁周二公布了在七月份的经济报告 不仅是连续第三个月调升了经济的评估 也是内阁这十个月来首度以复苏来形容日本的经济 暗示说日本是可以不出15年来的通缩的阴霾了 那么另外也可以看到说 在今天在陆股方面也公布了最新的PMI制造业指数 倒是连续11个月的下滑 所以是不是让昨天涨多的 陆股今天倒是见到了比较大的震荡了呢 那么目前也可以关注到盘面上2498的宏达店 宏达店原本在除息当天 因为配息两块倒是见到了这个填息的动作 不过也可以见到说今天下跌了两块半 在173元 根据了失调的统计 尽管说手机 这个New HTC One 五月登上台湾的销售冠军之后 六度再度蝉联第一名 打败了三星 现在更锁定年轻族群 还推出价位更低的中低阶手机 叫做Desire 500 是搭配4.3寸的荧幕 想要用基海战术来想攻下半年的手机市场 其实这次新推出的手机除了Desire 500 之前也包括像是要推这个New HTC One的mini版本 还有见到像是在日本卖得不错的Butterfly S 以及要推出HTC的ZARA 这是未来要推出 只是虽然有这样的基海战术 可是股价仍然是频频的下跌 我们看一下相关的讯息 想要拍短片 人人都可以当大导演 利用800万画素相机拍照 套上内建的Video Highlight 自有选择六种不同风格主题 30秒为定就宣告打工告成 宏达店布局中低阶机种再下一程 推出Desire 500 萤幕4.3寸 重量123公克 价格再压低 锁定年轻消费族群提振买气 强调它的规格CP值 还有流行时尚的设计 最重要它提供了ONE系列的一个最重要的动态 手艺以及这个Video Highlight 为电影这样的一个功能 手机品牌场战火 从旗舰机延伸到中低阶手机 不只Desire 500 万传宏达店还要再推HTC ONE MINI 一口气推出两款中低价位 心机强势 全都因为台湾市场六月销售成绩 再度蝉联冠军宝座 根据试调机构统计 新HTC ONE连续两个月拿下第一 位居第二还是有难传的三星Note 2赶上 我们高端的手机就是两款 就是蝴蝶机跟新一并存 目前的动能还得到 很多台湾小学的支持 我认为这个动能会持续下去 下半年手机市场 宏达店企图利用激海战术来应战 面对当今市场最夯的穿戴科技装置 也没要放过 宣布成立新兴装置部门 即将在七月三十号召开法售会的宏达店 第三季营收能不能维持稳定继成长 到时将一并说分明 林宋称赋 拍不到 目前见到二十四五岁联发科 联发科在昨天外资倒是买 小买了一千两百六十三张 那么近期因为大陆 开始有这个中低阶智慧手机 真的是大卖之后 让联发科其实近期也打入了 像是在联想的供应链 也让后段的封测场 像是日月光跟细品 其实也获得支撑 另外在班场的像锦硕拉 晶圆电跟细格 同样也能维持成长动能 中国智慧手机市场百家争名 其中又有售价低于一千元人民币 只合台币约四千八百元的手机 成长最快速 这上当地三大电信商 寄出补贴方案 刺激中低阶手机销量 让联发科营运大进步 联发科今年进攻态势明显 下半年还会密集推出多款晶片强势 顺势带动后段封测双雄 营运获得支撑 不过由于晶圆代工龙头 台积电法说会预告 下半年通讯产品降温 日月光细品会不会面临订单 下修命运成为观察重点 加上我们本身在整个高阶的制程上面 有一些进步 我想整个来讲的话 还是今年是有增长的一点 我们很有信心 所以预计下半年 下半年也很有信心 另外在载版厂部分 包括细格 晶圆店 锦硕 下半年成长格局不变 锦硕今年拿下联发科 二十八奈米晶片订单 几乎百分之百全包 第三季载版业务 渴望维持第二季成长力道 林宋陈傅 台北道 目前也可以看到IC通路商大连大 现在是下跌一毛钱 其实IC通路现在也进入了 第三季的传统旺季了 再加上中国十一长假消费电子产品的备活需求 大连大现在乐观看待说 未来的营运会比第二季来得好 可是文艺却比较保守了 他说强调成长幅度 要观察中端的买器来决定 手持装置越来越普及 从智慧手机到平板电脑需求持续增长 加上市场预期 中国十一长假 有机会拉动消费性电子产品备货需求 探开大连大第二季财报 合并售来到一千零六点五亿元 较上季成长百分之十六点三 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展望第三季 大连大推估会比第二季好 但成长幅度多大目前还没看到 不同于大连大乐观看待第三季 旺季效应 另一IC通路文业 虽然第二季合并收达210.18亿元 比第一季成长约百分之五 创下单季历史次高 但董事长郑文宗保守看待第三季 云运成长幅度 强调还要再观察终端买器决定 基本上有显著的改善 那不管在营收 在于这个营收的成长 及税前获益的成长 都有一定程度的成长 那费用也在一定的控制范围之内 至于贝维第二季财报出炉 合并营收5.92亿元 税前EPS0.03元 累计上半年每股税前盈余0.04元 贝维认为第三季在原来的电脑应用之外 数位家电 健康医疗 车用电子等应用产品 预期也将会有不错成绩 林宋全副 拍不到 目前也可以看到说 在这个南科华雅科 在昨天召开了法售会之后 现在就说呢 第二季就售会 低润的价格调涨跟出货量增加 所以都有找出获利的成绩单 南科在第二季呢 税后净利达到16亿元 至于华雅科呢 单季就赚了34亿元 所以对于下半年来说 两家公司都认为是看法乐观的 另外也可以见到的是 在今天金融股的部分 看到是2885的元大金 昨天元大金是演出除息大秀 第一天就贴席了一半了 那么当然在这个时候 接棒的除息的就有开发金 那么是不是也会牵动了 金融股的后市呢 那么另外也看到说 最近南山人寿也大举的加码了中信金 但是呢 这个董事长东英宗先生是说 其实只是纯投资啊 另外针对大家关注的这个张银案 那么台信金的董事长吴东亮先生说 会继续来跟财政部来做沟通的动作 也可以关注到说 今天在这个生意族群里面 撕一撕一的龙灯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目前的股价今天占回了季线 主要昨天法州会 公司就说 因为上半年的气候异常导致说 这个北半球的冬季延长之下 影响欧洲需求不如预期 冲击了上半年的营运 但是呢 下半年之后 南半球进入需求旺季 而且还可以取得多张巴西的要证 所以有机会能够 让今年全年的业绩 去赢过去年的表现 好 目前看到大盘的走势指数呢 持续在8200点之下的下幅震荡 指数在8188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稍后回来再带您看更多个股讯息 享受舒适带来的宁静与放松 一切来自斯特莱斯 父亲节优惠专案史诗中 0809 073 999 德国的这个光卡教授 他提出来的说 摇篮到摇篮的一个经营的模式 其实是用这样的一个生态化的概念 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们将来 要让它走入一个所谓的 像生态系统一样 一个循环型的社会的话 很重要的话 就是说的物质呢 它必须能够回收给循环 再利用 保备我们的地球 保备我的未来 设立便当跟杯汤 那含量不是很高吗 那很高 看一样标示啊 那盐是造成高血压的原因之一哦 那多少才较高啊 成人每日那种摄取量 不宜超过2400毫克 也就是6公克食盐 我一餐那含量就超标 那我还要注意什么 那很容易 天然的较好 盐 酱油 番茄酱 调味品少吃 加工调理食品 也要注意看营养标志中的钠含量哦 要高减牙房市 那就别超过2400 缺水很辛苦 神水有配搏 带 神水器材轻松省 查楼一滴也不浪费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费不知珍惜 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 你今天爱水了吗 你今天爱水了吗 旅游标 旅游标 旅游标志中的工艺 有非常多的表情 从那房子的外观 你就知道里面住的是谁了 它的外观绝对是很精彩的 在林口可以找到非常多住的环境元素 把所有我们做建筑人的梦想跟感动 全部放在国家一号圆 打造一个让外面的人羡慕的表情 林口第一号宅 国家一号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郭卡 我们请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前景头顾减幅3分析室 剑老师午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午安 我们看目前台股最新动态 时间是来到了12点整 午盘的时刻 大盘是来到了8186点 下跌了28点 成交量是578亿元 预估量是861亿 金融股是呈现疲弱的一个走势 电子股整理 苹果概念股则是呈现涨跌互线 今天在盘中 台股是失守了8200点的关卡 而在五日线的目前是暂时有成 而在全支类股台积电的一个即时动态 大盘是利手平盘以上101.5元是上涨1.5元 而在苹果概念股的指标洪海 也是利手平盘之上 上涨1块钱78.9元的位置 而另外在大力光的部分是902元 目前强势的上攻是重新收复了900元大关 上涨了27元 而在汉维科的部分 目前是拱手把股王宝座暂时让给大力光 898元是少涨了1块钱 刚才一度翻黑 有点开高压回的格局 而另外看到了包括在新华光 14.849元 下跌了12元呈现翻黑的走势 目前位居台股的一个第三名 2392的正位 今天的强势指标是涨停板锁住 62.2元大涨了4块钱 尤其电动车大厂销售展现强劲的爆发力 计划扩大对正位的车用零组件的采购 汽车电子业务 可望至下半年期展现强劲力道 也激励今天股价强势的表现 而在617也是平盖股之一的瑞宜 利手平盘以上106.5元是上涨0.5元 也是受惠于苹果财报 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而在今天盘中是呈现一个上扬的态势 另外今天有新上市的新兵 也跟大家来做个介绍 包括在整个英特雷的部分 它是在这个累金业的一个相关公司 也是国内第四家美商 美国的一个企业挂牌 今天是正式的第一上柜 是顺利的展开蜜月行情 72.6元 大涨了17.5元 而在总经理高永忠是强调 第二季营收获率已经创下新高预期 未来的一个营运将会持续的一个乐观 这目前在相关强弱式族群 跟台股新兵的一个最新表现 而在产业面的部分 还要来看太阳能的一个最新动态 国内的太阳能景气 是逐步的一个复苏了 而受惠于大陆欧盟 以及美国的双反贸易战的转单效益 电池厂新日光 六月营收的是月增高达74% 再达到了19.39亿元 第二季顺利的能够转亏为盈 终结了连八季亏损局面 身为全球第二大太阳能市场的台湾 晋升冠军有望 根据全球试调机构Tradforce评估 美国欧盟和大陆相互发动 一连串的双反贸易战争 台系太阳能厂将成为唯一受惠者 太阳能电池厂新日光 率先传出好消息 认为达到四变通假的日期 一定会提早到 自五月底合并台达电旗下旺能后 新日光正式成为国内唯一横跨两岸 都有电池和模组生产线的业者 虽然直到今年第一季仍亏损5.93亿元 但六月合并营收一举 跳升达到19.39亿元 月增幅度高达74% 第二季确定转营 摆脱连八季亏损 看好太阳能前进 全球电子代工龙头鸿海 也积极抢进市场 特别在股东会上证实 集团已经在海外成立太阳能模组厂 目前在墨西哥小量出货 至于欧洲则分别在捷克 匈牙利等地设厂 显示出国内太阳能市场 俨然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福利社罗关于台北报道 好 请要请老师 目前在整个太阳能类骨的部分 近期在产业面也是陆续传来一些 从谷底翻扬营运运增温的好消息 尤其目前双反的转弹效应 也是逐步的发酵 台厂已经由相关一些太阳能电池场 陆续的转亏为营运运看好 目前在整个区块跟产业 您的看法呢 是的 基本上太阳能终于 开始有传出好消息 在整个上半年 太阳能开始反弹的过程当中 很多投资朋友都不敢进场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看到整个太阳能过去的一个营运状况 真的是四个字惨不忍睹 就是整个的一个营收也好 获利也好 都呈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衰退 但是股价在反弹怎么办呢 整个的一个投资朋友在上半年 基本上对于太阳能族群 是敢看不敢做比较多 比较多 生怕在追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又会受伤 不过在最近的一个 产业的一个变化上面 基本上对于台湾的太阳能厂来讲 基本上是利多大于利空 利多大于利空 怎么说呢 从整个新日光 在6月份脚出来的一个营收 达到一个高成长 甚至有可能转亏为盈的情况之下 也越来越多的一些太阳能厂 开始要有卖向 亏损减少 甚至开始转赢的一个好现象 所以在获利有实质的一个转变的时候 对于太阳能族群 当然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会让投资朋友更敢在整个的未来 如果太阳能有一波涨势的时候 更敢去做一个追价 因为基本上有一个支撑所在 第二个利多基本上就是所谓的一个 中国大陆跟欧盟这样子的一个 双反的一个战争 记得刚开始的时候 欧盟对于中国大陆克了一些 比较象征性的一些 所谓的一个关税的一个惩罚 当然这个欧盟也给 中国大陆几个月的时间 去做一些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在8月份又会开始寄出 第二波的一个所谓 关税的一个惩罚性的一个关税 当然中国大陆也不甘失落 我们在前一阵子也看到 中国大陆对于整个欧美的一个 所谓的多精细的一个部分 也开始克了一个反请销的一个税 作为一个报复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紧张局面 很多的台湾的一个厂商认为 整个的一个双反 在8月份的时候 有可能会迈向比较不好的一个地步 就是说可能欧盟会寄出 更严格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反请销的一个关税 来对付中国大陆 那这样子的一个双方面的一个抗衡 到最后台厂的评估是这样子 就认为说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得利的可能就是台厂 得利的可能就是台厂 所以对于整个未来一个 8月份之后 所谓的一个双反的一个税率 如果出炉之后 整个的台厂 有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得利 这个得利的状况当然也要看 这个所谓的反请销的关税 到底定在哪里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台厂是认为说如果定在20%以上 对台湾就会有利 就会有利 不过据了解可能会比20%来的高 如果说整个的一个状况持续恶化的话 那整个双方的一个沟通没有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循环的话 有可能有可能整个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关税的税率 就会定的比较高一点 那如果是这样真的是如台厂所预测 真的是这样子的话 那对于台湾太阳能电池场的一些股价应该会有所帮助 可是投资朋友如果仔细去观察整个太阳能股价 最近的一个表现很昏吞很昏吞 那甚至是说涨一天跌一天 涨一天跌一天 走走涨涨跌跌 然后走走停停的 有一点很不太稳定的一个状况 不太稳定的状况 举个例来讲 像新日光虽然说他已经开始预告说 他们已经开始要有亏转盈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最近的股价也还是横盘在这里 还是横盘在这里 并没有往上走的一个状况 那至于说其他的一个上游的部分 其实表现得也不好 像中美金的部分虽然说 整个的转投资的金元厂 其实有获利 但是对于他的股价来讲 表现也还好 激励也相对有限 那其他的太阳能厂像茂迪 看起来是比较好一点 但是他还是一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还是走走停停 走走停停 涨涨跌跌的 就是表现没有办法很持稳的一个状况 那其他的一个像郁金也是一样 我们可以从这边可以看到到 郁金也是一样 森阳科也是 也是一直维持在一个低档的一个附近 所以整个的一个市场 到底能不能如业者所预期 我觉得8月份的一个双返的这个关税出来 我觉得是个决定性的因素 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 大概还有将近两周的时间 一周多两周的时间 我觉得投资朋友可以稍微在耐心等一下 稍微在耐心等一下 或许在越来越接近8月份的这一个 所谓的一个关税 到底一个税率出炉之前 股价才开始会比较有明显的反应 那第二个就是说当到了8月份的时候 7月份的营收也开始要公告了 也开始要公告了 当7月份的营收还是持续能维持在高档 譬如说新日光有说了嘛 他们的一个营收增加这么多 可以亏转营 那7月份有没有办法继续 大家关心的是未来嘛 大家关心的未来 如果6月份不错 7月份也可以维持高档甚至更好 而且不只之后不能之后一家 要整个的一个族群都一样的 整个的业绩整个的营收往上成长 我觉得这才会对于整个的一个太阳能产业有所帮助 所以我觉得其实投资者现在对于太阳能产业也不用急 他当然绿能产业永远会是未来产业的一个主流 但是投资可能还是要有点耐心去判断他的一个进场点 跟他一个所谓的一个切入点 我觉得是相当的重要相当的重要 尤其是如果你现在去进场 那进场的过程当中未来的一个税率出来 不好意思不如预期 那可能你在这边还反而没有办法获得一个获利的机会 反而还会可能会有一些损失 那不如现阶段我们有提到 在最近期间有提到 现阶段有哪一些强势股 其实投资配偶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做介入的 我们先去把整个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资金 去做一些获利的状况出来之后 8月份我们再来看太阳能产业可能对于投资配偶 反而更会有利更有利 那至于说刚才在整个的新闻画面里面也有提到 电子代工龙头台积 所谓的鸿海也要跨入整个的一个太阳能产业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昨天我们也有提到 也有提到 投资朋友会觉得说有提到吗 基本上投资朋友如果昨天有注意的话 在整个鸿海在中国大陆扩建新的基地的时候 其实整个鸿海集团有说了 他们未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布局呢 除了3C产品之外还会迈向什么呢 还迈向整个的一个节能 环保跟医疗 大家记不记得在能源 环保跟医疗 这些部分其实鸿海也会布局 那果不其然鸿海这边在整个的一个中国大陆 基本上已经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模组厂的一个成立 那在墓西哥也有小量的出货 所以整个的一个状况 其实对于鸿海来讲 的确是照它的一个规划跟步骤在走 那我也昨天在提醒投资朋友 鸿海集团未来分拆之后 它在各个产业之 各个的产业都会有开发结果的一个状况 那投资朋友就要特别去追踪 哪一个产业 鸿海它是有跨足 而且是经营得不错的 它的一个投资的机会才会出现 所以在鸿海呢 待会我们也会利用一些时间 跟大家去分享一些 有关于鸿海集团整个目前的一个架构 跟投资机会 那以现阶段来讲的话 太阳人我还是建议投资朋友 等到8月大概中选的时候 再来做一些布局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好 我刚刚目前的台股及时动态 目前大盘是来到了8183点 是下跌了31点 跌幅有继续扩大的迹象 成交量是599亿元 一元有量的是857亿 而在亚洲股市最新的变化 可以看到目前在大陆股市 随发的跳水上证指数 下跌了有25.88点 2018点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盘中 有公布最新的一个经济数据 在汇丰中国的 制造业采购经济点指数 在刚盘中是公布了 下降至47.7 达到11个月来的低点 而且较前月的中值48.2 再度下降 该指数低于50意味着 产业活动萎缩 也看到了目前在整个大陆的 一个经济状况 尤其在制造业这个区块 是持续有一些比较减缓跟 利空的消息 也让这个数据一公布 入股就呈现一个跳水重挫 日本股市下跌66点 而韩国股市相对抗跌上涨 2.27点1906 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了62点 叶天伟大专考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股也是呆勇 去乞业 相用乞业不混珠 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 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 全景投顾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 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 筹网 产业 技术各个面向 在信息万变的服务盘中 带领各位杀出重围 获利致富 结编前景 前程四景 速播服务专线 0.27726855 27726855 预防H7N9流感 请选购合格卫生型肉 生熟时寄菌应分开使用 避免交互感染 鸡 鸭 鹅肉及蛋类 要完全煮熟才可使用 家庭若受病毒感染 宰杀 去毛 犯兽的人 都可能会感染 请勿违法屠宰 犯兽活形 装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关心您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开车不分心 您我都安心 交通部欢心您 你知道吗 在台湾 平均每7分钟 就有一人被诊断出 离患癌症 而你13分钟 就有一人因为癌症死亡 这些不幸 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正如提供了癌症 塞浸补助 可以帮助你 避免造成这些遗憾 现在像大肠癌 口腔癌 子宫颈癌 乳癌 都有办法靠定期检查 来提早发现和治疗 成功率可以高达9成以上 光是99年这一年 在各省市的医护理论协制下 政府已经补助410万人 做癌症栽症 早知1万多个 还没有出现症状的癌症 和3万3千多个癌症病变 透过早期发现 简单的治疗 成功的挽救 许多宝贵的生命 癌症栽症是救病的工程 你也可以掌握自己的健康 检查服务资信 请驾各大医院 卫生所或健康服务中心 请你赶紧去做检查 歡迎回到節目现场 大盘是来到了8179点 是下跌了35.3点 來到今天的新低点了 呈現量是608億元 一无量人是858億 我们看今天在PCB族群的部分 也是跟苹果概念股的一个之一 台积转板厂开高走低翻黑 106元是下跌0.5元 而在F真顶的部分 是来到71.4元 上涨0.7元股价相对抗跌 而在滑通的即时动态 可以看到目前滑通的表现 来到了13.75元 上涨0.4元也是相对比较强的 而在台积电的部分 旗下百分之百持股的台积太阳能有限公司 宣布了CIGS太阳能模组转换效率 达到15.7%之后 产线的良率也已经连续四个月 达到95% 这是在台积电最新公布 所以今天股价相对是受到利多消息的一个激励 101.5元是上涨1.5元 3545的一个需要面板驱动IC大厂 今天是除息 不过股价表现是比较偏弱翻黑 56.1元下跌0.8元呈现贴息的局面 而另外就是在电信三雄之一的远传 今天也是进行除息 不过在这个受到台股一个疲软不振的影响 也是呈现贴息的一个窘境 开梯走地 77.1元是大跌了2.4元 也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而在今天盘面上的部分 进一步请教简老师 尤其在今天可以看到原本这个苹果的一个财报公布 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原本要来预计这苹果干股能够有所发动 不过今天看到 在同样是这个苹果相关供应链的族群 却是有一个涨跌互线的态势 并没有全面性的一个向上受到激励 也造成今天大盘 是无法明显的有一个上攻的格局 而且在盘中是呈现翻黑走地的态势 到底今天的盘是您的观察 是的 基本上我觉得投资朋友应该要有一个心理的一个建设 什么样的心理建设 就是说股市每天一定都会有涨有跌 那这个有涨有跌的过程当中 到底每天要去关注这个涨跌 比较重要呢 还是观察它的趋势比较重要 我觉得观察趋势一定比较重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昨天涨 大家就很高兴去买股票 今天跌了之后 就又开始担心整个股市会拉回 又开始去把手中持股出脱 那你这样每天来来回回来来回回 其实对于投资朋友来讲不但耗费精神 可能在获利上也不容易达到一定的成绩 不容易达到一定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投资朋友在最近 要去观察整个台股 我觉得建议以整个的一个中场期架构来看 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那当然中场期架构要怎么看 我待会会跟投资朋友做一些分享 那只是说今天整个的台股 目前拉回37点 它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是要跟投资朋友稍微做一下分析 记不记得昨天我特别提到 这两天可能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资金有可能会从金融跟传产 渐渐的转回电子位股 我昨天有特别这样提到 那这转换的过程当中 成交量就非常的重要 如果成交量不够的话 就会有可能会造成一个短线上的震荡 短线上的震荡 那震荡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 资金转换过程当中 可能产生一些不顺的现象 而造成的 而造成的 那今天整个的预估量860亿元 跟昨天来比的话 的确少了100多亿 它是有呈现量缩的 有呈现量缩的 那你在呈现量缩的过程当中 你的传产电 跟金融的资金要转到电子 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说 会不会没有人来接 你要所谓 可以转出的这个资金的个股 而造成它股价下跌 有这个可能 举个例来讲 像1216的一个统一 它是属于传产龙头 失品的龙头 今天在一个资金 想要稍微撤退的一个情况之下 因为低阶买盘不足 而造成怎样 股价拉回 股价拉回 同样的道理 1301的台硕 也是发生同样的现象 也是同样的现象 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成交量不够 成交量不够 造成市场上 大家想要把资金 转到电子的同时 电子的买盘回温了 但是传产类股 却缺乏承接的一个力道 而造成拉回的一个现象 那同样的道理 2882的国泰金 金融类股的方面 也是呈现同样的道理 所以刚才大家有看到 整个的一个拉回的主角 都是集中在哪里 传产金融的龙头类股 那传产金融的龙头类股 基本上它的全值 都是算比较高的 它的拉回 对于指数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会有影响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原因 就是造成整个指数在找盘 跟着往下拉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在这边 那这样子有没有妨碍到 台股中多的格局呢 其实如果我们把整个K线图 翻出来看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并没有 并没有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从整个的K线图里面 可以看得到 我们所关心的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整个的一个季线 基本上还是有站稳 它还是有站稳 它除了有站稳之外 基本上它昨天的红K棒 也都还能够维持住 也都还能够维持住 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 它的一个中期架构可以发现 它从第一点上场以来 1 2 3 4 5 它还是在往上第五波的轨道上 往上第五波的轨道上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 我觉得基本上整个的一个 台股的一个多头架构 还没有反转的疑虑 这是第一点 我们特别提到的 它还在站在基线之上 而且它还没有反转的疑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外资的买卖超 记得这一波 我们开始建议投资朋友 要开始翻多 是在7月初的时候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因为我们看到过去 在5月底到6月中旬 6月底的这段时间 基本上外资都是持续性的一个卖超 到了7月初的时候 我们发现 其实外资的一个买卖盘 已经开始有点改变了 有时候改变了 什么样的改变呢 变成买超的天数大于卖超 尤其是如果投资朋友 用5天5天来做观察 会发现 在7月中旬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就提醒投资朋友 外资的买超天数 用5天来看的话 它是大于 开始大于卖超 从那个时候一直维持到现在 有没有改变 都没有改变 不信大家去看 从7月初到现在 你随便举任何5天 连续5天 你去算 它的一个买卖超 一定都是买超的天数 大于卖超天数 显示什么 外资的资金并还是没有 所谓转卖出的一个动作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 我们可以判断整个的一个 台股的一个中期的一个架构 还是偏多 还是偏多 那偏多的情况之下 剩下的问题就是在于什么 选股 选股该怎么选 那我也在这一段时间 不断的提醒投资朋友 台股过去的一个上涨 我们可以把它分阶段来看 在4月份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提醒投资朋友 这个阶段的上涨 基本上是谁当领头羊 谁带动 如果投资朋友有印象的话 应该会很清楚 就是所谓的台积电 台积电 那这一波的一个 整个的台股上涨 我们在观察 在7月初的时候 其实就有观察到 有一档个股 有可能会成为 这一波台股上涨的一个什么 主要的一个助攻的角色 是谁呢 就是鸿海 大家应该很清楚 我们讲了非常的久 就是鸿海 那大家去看 整个最近台股的股价 我们刚才特别提到 12345 呈现五波段的一个反弹 那如果我们来对照 整个鸿海的股价 也可以发现 基本上它也是成五阶段 12345 今天还稍微突破高点 稍微突破高点 那整个的鸿海 它有一个特色 什么样的特色呢 它这档个股的股价 它落底的时间比台股 怎样 来得早 来得早 所以它是不是有一些 可以参考的代表性 表示什么呢 今天鸿海能够突破创新高 指数有没有在未来的机会 再突破创新高 我觉得这是大家去做一个 思考的地方 既然鸿海都已经领先 整个台股落底 而且上涨 那今天鸿海已经突破了盘整区 台股有没有机会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特别留意 如果有那表示什么呢 多头方向 并没有改变嘛 所以整个的一个鸿海集团 我觉得投资朋友都要特别注意 除了鸿海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鸿准 它今天也来到了波段反弹的新高 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 其实鸿准 除了鸿海之外 鸿准也是一样 那除了这两档个股之外 像泛鸿海集团的震达 今天也是创了波段的新高 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4958的一个增顶 今天的盘中也突破了前波的一个高点 也突破了前波的高点 显示整个鸿海集团在这一波 的确非常有机会扮演台股上涨的一个领头羊 所以如果投资朋友要布局的话 我觉得当然时间也稍微晚了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还来得及 因为过去我们从7月初一直提醒投资朋友 到现在基本上已经过了半个月过去了 鸿海的股价也上来了 红准股价也上来了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如果未来多头要持续的话 鸿海相关个股的一个基本持股的建立 我觉得还是必须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在几个所谓利基型的产业 最近我们不断不断提醒投资朋友 要去留意的 最近的表现仍然持续相当不错 也跟投资朋友做一些 我们来整理一下 像3356的一个企有 讲了非常的久 有关于整个安全监控的部分 我们提醒投资朋友 在整个获利相当好 本益比不高 然后产业进入旺季的情况之下 这一个族群投资朋友要特别留意 那昨天虽然说涨停打开 但是今天又持续的往上做一个挺进的动作 除了集合之外 3454的精锐也是一样 今天还是持续往上做一个挺进的动作 至于另外一档安全监控相关的一个代工的部分 5489的财富也是相当的强 相当的强 在昨天创下新高之后 今天还是有持续往上进攻的一个表现 所以安全监控的部分 我觉得投资朋友还是可以持续留意 另外一个跟安全监控 我们也常常提到的就是工业电脑 工业电脑今天普遍看起来 比较算是休息的一个状态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过去 整个工业电脑安全监控过去的一个走势 去做一个对比会发现 其实拉回的时间跟幅度都不会太大 那拉回的时候 反而是投资朋友要布局的时候 所以像今天工业电脑的一个鼎汉 361的鼎汉 它有一个小幅度的拉回 那甚至是5490的一个同亨 今天也有小幅度的拉回 那6206的飞捷 今天刚好也在盘下之下 那811是一个震华 虽然还在平面之上 但是表现跟其他个股来讲 也是稍微有点弱 那不过这些弱势的表现 我觉得其实都无伤大雅 都无伤他们多头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觉得这些个股 基本上投资朋友 还是可以持续留意 那最后再利用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来验证一下 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 有关于汽车领主件的部分 那汽车领主件今天呢 在6279胡联往上涨 并创下了一个波段新高之后呢 另外一个有关于汽车电子的部分 8255的蓬城 今天也非常的强 也创下波段新高 甚至攻上涨停板 甚至攻上涨停板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他们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在他们攻上涨停板 创新高之前 他们其实也曾经拉回的 也曾经拉回的 那6279的整个胡联也是一样 创新高之前也曾经拉回的 那所以验证 在多头走势的过程当中 拉回要积极布局 所以回应刚才工业电脑 这两天有拉回 投资朋友是不是应该 也可以考虑布局的一个机会 提供给投资朋友 作为布局的一个参考 好 非常感谢前景投顾 简幅山分析师详细的解析 钱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看目前台股 其实动态大盘是来到了8178点 是下跌了36点 成就量是631亿 油量是854亿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陪恩这国际团队 献给那壶最美的礼物 树的大阳台 水的空中花园 一户一体厅 一户双树苑 女主人的空中花园 男主人的庭园书房 大华和日 27850888 人生不外乎就是追求生活中的温饱 投资理财 想要的就是迅速累积财富 前景投顾 聚集股市最负责任的投资专家 结合心理 筹网 产业 技术各个面向 在信息万变的苦海中 带领各位杀出重围 获利致富 前边前景 前程四景 蘇波福尊县 02227726855 27726855 那没有那些外的鸡 我现在都跟合法屠宰场的鸡 没有电台 那不是电载轮动机 那还要吃 合格的屠宰鸡 就是生鲜鸡 那要吃 为了降低情流感风险 政府推动传统市场静载活情 合格屠宰鸡肉 我专业兽医师帮我们把关 安全更有保障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因为我是购物专家 好 我冲冯母 少年开始去做头脑 想不到那当时的黑手 现在已经变国手 钓口虽然是小生理 也不会去弄滋味道 但是我们的狗子 都钓了几千万的机械 也会保护人的生命更安全 偏接这两次是我们照片国际市场的工夫 我们也不是做最大 但是坚持要做最好 政府扶持中间企业 成为国际典间 爸 要出去玩喔 爸喔 火龙痛啦 那到新宿大医院看 明天呢 我要去讨论 看牙子 那后天呢就到台北去检查眼睛 爸 大医院病人多 比较有可能会感染其他疾病 又花钱 到附近的诊所看 比较不会浪费医疗资源 省下来的时间 我还可以陪你出去走一走 小病看小医院 大病看大医院 中风 心肌梗塞等级重症 趋近快智 中重度及医院就医 分级医疗 守护全民健康 病菌的传播 转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我们请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运达的头顾 陈宗璇分析师 宗璇武安 凯哥武安 全国观众朋友大家武安 好 我看目前台股最新表现 时间是来到12点31分 大盘8175点 持续在平盘之下 下跌了39点 持续量是638亿元 我们看目前在2102的一个 太凤CNN的抗跌强势指标 23.75元 上涨了0.65元 在整个政府计划加速推动展开 落后补涨 这航空城概念股继续的一个发酵 在完成填泉息之后 是持续的一个补涨 今天是要来追赶轮胎旺季的一个进度了 而另外就是在整个台肃集团旗下的南科 则是来到跌停板 而在华雅科的部分也是呈现一个下跌的格局 算是说南科华雅科 缴除第二季的获利成绩单 但是今天股价却不受投资的青睐 直升震荡走跌的格局 连发科则是宣布 正式推出八核心的晶片解决方案 是全球第一个在行动装置上 研发真八核心的SoC解决方案的公司 兼股价是少涨2块钱 345.5元的价位 另外就是在整个航运类股的一个即时动态 在玉米时翻黑是7.2元 是小跌0.15元 而在四维行的部分 即时动态目前是来到21元 抗跌的走势小涨0.4元 一行的部分是来到20.35元 上涨0.9元 APP会养的即时走势 也跟大家来做报告 39.2元是上涨0.2元 尤其在波罗地海巴拿马型船运价BPI 近期涨势凶猛 有利于散装航运的一个营运 今天大多神切一个上扬的一个态势 也跟大家来做报告 而在整个最新手机最新的产业布局 根据市调机构最新的统计 手机品牌大厂宏达电 靠着新HTC1 5月是登上了台湾手机销售冠局之后 6月份也是再度的蝉联 打败了南蝉的劲敌三星电子 现在更是锁定的年轻族群 推出价位更低的中低款新机 企图用鸡海战术 从下半年的手机视察 想要拍短片 人人都可以当大导演 利用800万画素相机拍照 套上内建的Video Highlight 自有选择六种不同风格主题 30秒为定就宣告打工告成 宏达电布局中低阶机种再下一程 推出Design 500 萤幕4.3寸 重量123公克 价格再压低 锁定年轻消费族群提准买期 强调它的规格CP值 还有流行时尚的设计 最重要它提供了ONE系列的 一个最重要的动态首页 以及这个Video Highlight 为定这样的一个功能 手机品牌场战火 从旗舰机延伸到中低阶手机 不止Design 500 万船宏达电还要再推HTC ONE MINI 一口气推出两款中低价位 新机强势 全都因为台湾市场六月销售成绩 再度蝉联冠军宝座 根据试调机构统计 新HTC ONE连续两个月拿下第一 位居第二 还是有难传的三星Note 2赶上 我们高端的手机就是两款 蝴蝶机跟新一并存 目前的动能还得到 很多台湾小学的支持 我认为这个动能会持续下去 下半年手机市场 宏达电企图利用 激海战术来应战 面对当今市场最夯的 穿戴科技装置也没要放过 宣布成立新兴装置部门 即将在七月三十号 召开法朔会的宏达电 第三季营收 能不能维持稳定继成长 到时将一并说分明 林宋称富退不到 好 请教宗宣刚提到 在整个手机大厂 纷纷来抢进中低款 也要来抢占这方面的一个市战略 目前看到 宏达电也是相当的积极 目前产业的最新动态 您的看法 好 其实在智慧型手机 这连续三天以来 新闻大概聚焦的重点 都是在这个手机上面 那到底在今年下半年 手机的一个市场展望 到底会怎么样来做区分 其实我们必须讲 这个就目前市场机构来做观察 还真的蛮难判定的 因为这个我们在昨天 有跟大家报告过 这个现在手机就分成两大派 一个叫大尺寸派 就是专门做5寸以上的智慧型手机 专攻中高年龄层 而且具有一定消费力道的为主 所以当你看到Sony 像是在整个宏达电 甚至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华为 还有三星的一个部分 陆续都推出这个5寸到6寸左右的 一个大萤幕的智慧型手机 那在小萤幕的一个智慧型手机方面来讲 也不能说它小 就是标准规格 大概4.3寸到4.7寸左右 就5寸以下的 好这个会专门锁定 是在所谓年轻族群上面 那开始会做更多花样化的一个变化 大家都在想办法创造出客户分层的一个效应 你说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去讲说实在的 现在是在处于 如果我们把整个智慧型手机 就是要不做这个产品的区分 我们以价格来做区分的话 事实上目前这个高价的一个 跟低价中低价的一个市场里面 开始产生了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 排挤的一个效果 这个排挤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说有人会得利吗 如果就品财厂商来看的话 事实上在对长期而言 都是处于在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我们在最近我们开始观察说 在国际上面的这个品牌大厂 包含说像是在三星啦 像是苹果 事实上这个即便苹果昨天开财报开出来 优于市场上面预期的股价稍微稍微反弹 但其实这反弹的一个力道 就目前我们在做观察的话 也还是这个稍微比较这个弱势一点 那其实对于品牌厂商来说 未来要创造绝对是产品的一个差异化 你有差异化有非常明显的 这功能上面的差异 你才会有机会在这个市场上面 这个所谓的冲出来变成一匹黑马 如果大家做出来的东西都差不多 事实上这个对于品牌厂商来说的话 这个股价自然会面临到比较沉重的一个压力 那在我们在做观察里面 我会建议说投資朋友不妨 你要优先注意的是 在临组件供应链相关的一个厂商 因为在上游品牌呢 在整个下游品牌呢 开始面临到这个 彼此这个高价跟中低价的这个价格竞争的同时 唯有临组件供应厂商 它毛利率也是不太容易掉下来的 你只要说东西做得出来 固定了这个售价大概多少 这个业界都有一定的行情 你要把人家砍到价格特别低 拿到特别低的这个材料 事实上也是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 那所以说在整个智慧型手机的一个 零组件端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会建议说 投資朋友你要尽量往上游去跑 去找相关的一个供应链 而且要能够接到复合式的一个订单 而且最好是国际知名大厂订单的 那当然会是最好 比如说我们抓PCB硬板相关的一个族群来讲的话 投資朋友最近如果留意到2313 这叫华通 今天股价表现就相当不错 今天上涨0.4元 这个完全不理会大盘 目前持续往下走修正 这依然维持在今天相对高价点的一个附近 如果打开技术线形一看 投資朋友不太简单 今天的一个华通再度创下 颇段以来最新的一个高价来到13.85 成交量也可以慢慢做放大 如果掌握到昨天 这个礼拜二的时间点竟然土洋 这外资 自营商跟投信 同时都站在整个买超方 这代表说事实上在于这个 所谓硬板的一个部分 这个智慧型手机专用的这个硬板的一个部分 事实上在整个第三季 重回旺季的效应之下 会越来越多人在注意它 其实除了华通以外 投資朋友到底也可以注意一下 像是3044的见顶 见顶在这一波的话 我们必须讲在硬板族群里面 算是股价反弹相对来讲 是最为弱势的 这个真的很可怜 这个华通都已经穿到短波段以来 新高的过程里面 见顶这真的好好的公司 这个街道也都是专接像苹果 这些国际性大厂的订单 结果营收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营收的一个部分 营收表现也算相当的不错 跟去年同期相比 都可以维持一定性的一个水准 那既然这个营收 也有维持一定性的水准 但是股价却没有维持去年应有的 一个水准的话 那我们就认为说 在整个往下修正的过程里面 类似这种个股 反过来投资朋友 你就可以纳入到选股的一个清单里面 来做后续的一个股价的观察 那除了说像是在整个 华通跟见顶以外 投资朋友在下来 要特别注意一下 软板相关的一个族群 那软板呢 在整个今年上半年 我必须讲真的可能 这个今年上半年 这个苹果的订单 下的少的状况之下 慢慢的这个看到这些软板的一些公司 像是嘉莲义 台郡 真顶 营收都爬不起来 那现在六月份都创下 今年营收最低的一个水准 但是如果展望到苹果 它也即将要推新机了 这样开始做拉货的一个状况之下 今年第三季 基本上软板族群 会有重启这个营运动能的一个 机会点存在 意思就是跟你说 後半年要开始贪钱了 要开始赚钱了 那这过程里面 投资朋友也要特别去关注一下 这个有几家软板的一个公司 股价的一个表现 包含说是在6269的一个 台郡的一个部分 今天股价开了这个高盘之后 开始就一路往下走向下的滑弱 那目前在平盘区以下做震荡整理 那如果打开技术线形你看的话 投资朋友也会发觉说 这一波的一个台郡 7月份台股的一个电子股 流到蜜蜜蜜的时候 这个台郡竟然都有办法 力稳住在一定性的一个整理区间 这代表说在筹码方面来说的话 相对是比较干净的 那在整个没有额外的一个筹码干预的 一个状况之下 6月份的一个营收即便面临到衰退 这大幅度衰退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这个竟然还是有办法持续 维持在这个强势的一个震荡整理的架构里面 那我们认为说在今年第三季 重回营运成长动能的状况之下 这股价后续很值得投资朋友来做观察 那除了台区领外 再下来4958的一个增顶 今天股价表现我们就必须讲 这还算不错 在所有软板族群里面 持续维持在红盘以上的一个水准 目前上涨0.7元 那今天甚至一度曾经攻过 这个所谓季线区以上的一个位置点 这个开始在整个打出了一个小型的一个 这个复合式的头肩顶的一个走势 那当这个头肩底型走出来的同时 投资朋友再下来 你要特别关注一下 一旦站到季线区以上 甚至攻破这个颈线区的一个位置点 再下来增顶在第三季股价 也是满值得投资朋友 你来做后续上面的一个锁定 那这是针对智慧型手机 周边的一些零主线公司 这个我们提供这个投资的观点 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下个阶段回来 我们会陆续跟大家报告 第三季新品 电子新品的一个概念 到底还有哪一些值得投资朋友 你来做锁定的 那现场时间我们先交换给主持人 好 我看目前台股最新表现 大盘是下跌了35点 来到8178点 成交量是659亿 用量是849亿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请用五分珠 五万创业不是梦 台湾金多蟹 大闸蟹大批发 真区域经销商 快播0978-760-678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我是陈彦波 每次集地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当指定驾驶 负责开车送朋友 好 出来了 货找亲友接送 拜拜 拜拜 也可搭乘计程车 拜拜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我回来咯 今天又传出一起 你洗过什么吗 洗过了 换衣服没 穿过了 家有五岁以下 婴幼儿家长 应提高警觉 观察幼儿是否发烧 手脚有无红疹 或是口腔出现水泡 如果家中幼儿感染肠病毒 而且出现噬睡 呕吐 抽搐等病症 应立即转送大医院治疗 提高警觉 战胜肠病毒 卫生署疾病管制局 关新闻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你应该选择安全的方式 交通部关心您 高级的孩子啊 对啊 政府给我介绍的 不错耶 您在说什么啊 我加入市区保姆系统 政府帮我介绍孩子 还有免费课程哦 可是我没有证照 又不是相关科系 可以加入吗 快去受讯啊 103年12月起 只要有帮人带小孩 都要依规定登记哦 现在政府还有托育费用辅助 快去上课取的资格 不然以后会被白 那还等什么 保姆受讯品质三级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大盘市来到8178点 是下跌36点 成就量是666億元 我们看目前在相关 金融族群的最新表现 金城银的部分 目前是翻黑25.75元 是小跌的0.25元 今天也是进行除息 而在整个受到大盘的 表现皮软 先呈现一个开低下措的格局 是贴席的 而另外看到了 包括了在整个3658的汉维科 目前呈现翻红 904元 上涨了7块钱 股价重回了900元 大关之上 昨天是大涨 是跃均于台股的股王 而今天是呈现在900元 上下做震荡整理 目前的位置 还是占据股王 大力光是901元 上涨26元 是扮演股后的一个角色 排名第三就是在整个精华光的部分 是来到843元 下跌了18元 而另外在测用电子的部分 蓬城今天是强势的拉涨停板 116.5元 大涨7.5元 非常的一个强势 上半年业绩亮眼合并营收16.73亿 也激励股价继续逆势的一个大涨 順利的完成填席 也跟大家来做个报告 而在大盘的最近表现 进步起早中旬的昨天 台股强势上攻 占上8200 以及季线的位置 不過今天又跌破了8200 季线是岌岌可危 所以今天的盘市 到底投资人该怎么看待 您的解读 好 其实如果投资票 有着远在今天的盘面架构里面 如果以极短线的眼光来看 我会真的就很担心 因为今天又失守了8200 又失守了季 这个即将来回车 季线的一个位置点 甚至好不容易把昨天 强势做出回补 回补上周五 这个所谓张忠某的一个空方缺口 今天也吐掉了 开始慢慢往下跌 在8181这个所谓的空方缺口的一个 所谓上缘的位置点 开始做区间的一个震荡 感觉很弱势 然后成交量也说 然后就感觉这个大盘完全是 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面对或看待 其实投资票在这个过程 这种氛围里面 乏善可乘的一个氛围里面 反而是你要冷静下来 选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你说要怎么选股 在这一波里面 因为如果投资票 你掌握到6月7月的一个行情当中 大部分会涨的全部都落点入 在金融 传产 这些相关的个股身上 而且起来真的变变 长到这个 都真的 不是从这个地板涨到天上 是已经涨到外太空去了 涨到外太空去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记得我这一两周以来 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叫做合理的一个本益比修正 就目前我们在做观察的过程里面 最近这一两天的盘 慢慢发生了一个现象 这对于喜欢操作电子股的投资人来讲 绝对是一件好事 因为慢慢的我们发现说盘面上面 有相当多的 先前上半波的强势主流类股 开始已经有所谓 资金移转的一个效应出现了 你说什么叫资金移转效应 意思就是跟你说 现在开始这些前波的强势主流个股 慢慢前已经慢慢有挪移出来 开始转往到电子相关领域里面了 你说那真的是这样 同志们我们来举几档个股当例子 这叫2882这叫国泰金 今天的金融股我们必须讲 这国泰金这一波里面 股价气势之强也是算前所未见 外资的买盘之凶猛 同志们我都可以看得出来 从今年6月到7月以来 外资重启买盘之后 股价就从38块钱 这沿路往上供 供到44块85 这涨升的一个幅度 这个一涨涨快6块钱 这涨升幅度逼近到2成左右的一个水准 这中间外资买超的张数之多 这个也算是前所未见 可是融资就一直往下做这个减幅 这涨上来的这个投资票 就聚好就厉害 就拼命跑 全部都跑光光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外资的买盘的 如果投资票来做观察的话 你会发觉说他今天越买越少 越买越少 越买越少的状况之下 今天又发了一份报告 这个有一篇外资的报告今天发出来 告诉投资人说 针对金融股的一个部分 外资在整个权重部位 已经来到相对于满足点 甚至在整个自发性的一个买盘 即将会陷入到停滞的一个状况 什么叫自发性买盘 意思就是我权重不够的状况之下 我一定要补补补补补 补到权重组为止 那这个往上做填补的过程里面 这个叫自发性买盘 什么叫被动性买盘 被动性买盘就是金融个股展开 非常强势的攻击 我手上已经有既有的部位 除了既有部位以外 我要再做加码 那个叫被动性的一个买盘 被硬嘎嘎上去 其实就这个外资现在告诉女士说 现在自发性的买盘 我已经买到够的状况之下 意思就是说 我买了再大买了 我的权重就维持在这个地方 如果假设国际上面的股市的一个行情 开始出现比较大的变动 它就可以开始做所谓权重的一个调整 开始去做调节 那在整个国泰金身上 就像我们看到说 这个慢慢外资真的有缩小买盘的一个力道之外 再像我们看到另外一档金融个股 叫2881 到富邦金 这么一样 老师朋友今天富邦金的股价走势 也慢慢开始往下走 那成交量也说 这些相关的金融个股 都在昨天开始爆出非常大的成交量 那今天开始做量缩的一个架构 开始进入到整理期的一个阶段 那当这些金融公司开始金融股 这个龙头指标个股 开始进入到整理阶段的同时 我们就发现电子股 投资朋友这叫2330 那台积电 这个丁磊百败高的时候 这个空方缺口之大 这个前所未见 因为张宗某说要退休 这打下来的过程里面 现在慢慢的市场上面回复冷静 想说应该不太要紧了 股价又开始慢慢往上走墊高 这个告诉你说 资金挪移的效应开始 慢慢已经回来了 这个龙头指标对龙头指标 那当然这个资金移转的效应里面 会开始做扩散 投资朋友不是只有金融股会这样 很多传产个股 包含说这一波涨非常多 这叫1216 投资朋友夏天过完了没 还没啊 对不对 为什么统一打到快跌顶板 为什么 投资朋友他应收不好也没有啊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权重的一个调整 已经开始慢慢做发生了 那统一一旦这样子走的话 再下来投资朋友你就要注意一下 食品类股里面包含说 在整个1201的一个 胃全的一个身上 在这一波涨非常多的一个状况之下 会不会未来都有机会 复制统一的一个模式 这个都是投资朋友你要去观察 那另外在这一波里面 强势的一个主流 包含纺织 像今天巨洋乳 都应该有这个资金移转 效应的同时 所以你要先知道说 这些钱挪出来 势必他会去找寻 具有真实投资价值的领域 来做这个迈进的一个动作 那要找到真实投资价值 就目前在看 只有电子股 它的这个位阶是相对比较低机器 而且在第三季都有新品 各家都有新品要做发表 比如说像昨天 苹果开财报就好 对不对 大家关注的重点 其实我必须讲 不是在于你第二季 卖了3120万支的iPhone手机 那些没重要 因为你卖3120万支 即便优于市场上面预期 市场上在预估是2600万支 即便你优于预期 那又怎么样 那个跟第一季相比 这个3700万支比 你还是衰退接近两成 而且大家 这个都已经是过去式 大家要看是你在今年第三季 会不会重启荣耀 这返回荣耀 你新品一发 会不会有机会带动到这个业绩营收 持续往上走正成长 这个才是大家要看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在整个 苹果要推星期 这次一推就推两款 高阶他也要推 低阶他也要推 中爆 想要一次吃下两个比较 两个极端的一个市场 那这过程里面 与其去拼品牌 大家现在就拼说 苹果会卖得好 或不好 或三星会卖得好 或不好 或是宏达店卖得好 或不好 说实在 动作有点早 反过来我们会比较建议说 不妨你就从零组件 开始来做搜寻 比如说像上一个阶段 我们跟大家讲说 PCB相关领域 真顶 台郡 这些相关的个股 那其实在整个 新苹果概念个股里面 我们认为说 投资品牌 反过来要特别去留意 因为有部分的 新苹果概念个股 每次苹果发新机 拍展到业绩营的时候 就会重新再来一轮 这个具备有高成长期的走势 那只要是股价在多头走势架构里面 筹码没有太凌乱的话 事实上在第三季里面 它都有重启股价成长的一个机会点 你说像啥 像这个9136的巨藤 李克林说 老师巨藤跟苹果有关黑吗 有关黑吗 那今天股价为什么工长停办 投资品牌 你要开始去想这个问题 巨藤它是全球最大塑胶机壳厂商 这个原本都专门做笔电的 那做笔电 你说这笔记型电脑该没贪费 现在没贪费 所以巨藤它慢慢有转型 开始去接所谓平板电脑 智慧型手机的一个订单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这一次苹果推行机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它采用是这个 低接款也是采用塑胶机壳的手机 做出来很漂亮 我们去讲它做出来的这个塑胶机壳 第一耐抹抹抹抹 然后又会有点类似金属 会发光的一个材质 或者不是说字体发光折射 灯光打下去它会反光 那这种亮面处理 这个塑胶机壳 我们必须讲 做得好的 毕竟在国际上面算少 在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几家比较大的厂商 包含以前曾经在台湾挂牌 叫绿点 再下来在国际上面 数一数的就叫巨藤 那巨藤跟人保有合资 就是成立了巨宝这家公司 专门接这个所谓的一个 手机 平板 甚至笔电 相关的塑胶机壳的一个订单 那这家公司目前接单量越来越大 不管从中国大陆 这个字体厂商 包含联想 中芯 华为 订单大部分丢下来 都是给巨藤来做制造的一个动作 再就第三季来讲 巨藤开发出新的技术 叫做类金属复合式材质 就是塑胶机壳可以做到跟金属很像 那光这个材质的部分 在今年下半年 已经有非常多家的一个厂商 包含说Amazon的Kindle Fire 这一款平板电脑也要用 那Google的NASUS 17 未来也要开始采用 类似这种类金属材质的这个机壳 那对于巨藤来说 刚好今年第三季 营运就要开始进入到 旺季的一个阶段 那类似这种个股 就很值得投资品来做留意 另外在苹果的相关新品的概念里面 包含说音讯测试厂商 这个叫3285 投资品牌 这叫微端 今天微端的一个股价 开始慢慢的往上走墊高 现在即将要攻到整个涨停板的一个价位点 话说起来 我现在点他拉 这个不管我的事 投资品牌我要先讲 那从微端的一个股价走势上面 其实投资品牌 你可以慢慢发现说 这个走势都非常的强势 那微端每次在出这个音讯测试 相关的机器的部分来说 我说实在也很奇怪 这种机器理论上 可以一二再再二三的使用 唯独苹果很奇怪 每出一款新机拍摄 它所有音讯测试的设备 全部换一批 所以每次只要苹果出新机的状况之下 它股价就会来一次 就会随着业绩营修的题材 它就会重新再来一次 那当然新的苹果概念个股还相当多 我们会在这个日后的节目上面 陆续为大家做追踪 那现场时间 我们先交换给主持人 好 我谢谢韵达头顾 陈宗璇分析师详细的解析 终于谢谢 谢谢 我们看目前台股及时动态 大盘是来到了8190点 跌幅是稍微的收敛 下跌23点 成就量是691亿元 预估量是848亿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大益是新的 在这个时代的工艺 有非常多的表情 从那房子的外观 你又知道里面住的是谁 它的外观绝对是很精彩的 在林口可以找到非常多住的环境元素 把所有我们做建筑人的梦想跟感动 全部放在国家一号院 打造一个让外面的人羡慕的表情 林口第一号宅 国家一号院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尊重著作权就是保护创作人的生命 请支持合法授权 保护智慧财产权 其实我搞不懂 为什么吸毒的人 他们要吸毒才会害 当你吸食毒品以后 你会危害到你的健康 一定要试图想办法 找到正确的方式 去抒发你的情绪 真的很多管道 你有朋友 有家人 但是如果你靠着毒品 摆平这些痛苦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会感觉到 有任何快乐的感觉 因为它不是真实处在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 非常青春跟热血的态度 诚实地面对你自己 奇怪 都没有要吃 我都没有要洗 你看看 怎么洗不洗不洗 钱就像在放水 够壮的那儿哭你又不是 如果你看的 你再用不乱 你每天忙来忙去 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缴国民年金 给你事事有保障 而且现在自己只要缴60% 保障就有100% 又显然进入保障的40% 不太厉害了 整天你去都最大心 国民年金轻松缴 终身保障不会少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实验室来到了一点整 在我半个小孩就要收盘 在尾盘的时刻大盘是来到了8187点 是下跌27.5点 成就量是刚好再来到700亿元 油量是849亿 亚洲股市最新的一个变化 赶紧来关心 在大陆股市的部分还是持续的低档震荡 上证指数下跌了25.88点 2018点 由于在汇丰是这个公布了 中国最新的一个制造业指数 是不如市场预期而 也让股股呈现跳水一个杀低的格局 日本股市也是下跌的一个态势 下跌94点 14683点 韩国股市上涨3点 82点1907 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了53点 所以在亚洲的主要市场 只剩下韩国股市是唯一呈现一个 上扬的一个市场 而台股当中可以看到目前在 营建类股的贯德是逆势的抗跌 49元是大涨了2.5元相当强势 而另外包括在通路股的一个统一超的部分 平盘的价位位置上下做震荡 221.5元 而另外包括在2062的一个乔村 目前是71元 上涨1块钱 也是今天一个强势抗跌的指标 而在红域的部分是涨停板锁住的一个表现 另外在第三方支付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尤其在媒体报道 第三方支付业务在金管会的政策松绑之下 带动了在相关概念股的大涨 其中网加集团的部分 商店街今天也是除息 网加是母公司带动的一个上扬的 涨停板的一个态势 商店街今天是呈现一个 除监事除全息 而且也是来到涨停板 是相当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表态 138元大涨了8.5元 是开启的田全息之路 另外也是在三方支付的一个概念股 我线上游戏OMG同样是亮灯锁涨停 83.8元大涨了5.4元的一个表现 而另外在1536的一个核大 也是今天强势指标 39元是上涨了两块钱 气动原件大厂F雅德公布上半年合并营收 34.97 EPS5.01元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也是在昨天参加了证交所的一个法人说明会 而在雅德今天股价也是开高走高175元 上涨了8.5元呈现强势的一个表态 而在泰风是继续的一个拉高23.8元 上涨了0.7元 22号填席以及达政 今天在桃园航空城题材的价值之下 续涨的一个态势 也同样是桃园航空城的题材远凶港是拉高 掌停打开21.6元 上涨0.95元 也跟大家来做报告 而另外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签署之后 各界的反应是比较分歧的 宏基创办人施政荣 以及全联实业董事长林敏雄等人 是表示抗好的 而且一再强调 台湾的服务业占GDP比重高达70% 加上了服务业有走向创新的趋势 开放对于台湾绝对有帮助 在胸前比出一颗颗爱心 宏基创办人施政荣 商研员董事长徐成仁 法兰茨总裁陈立衡 以及全联实业董事长林敏雄等人 共同出席论坛 研讨如何透过服务 替企业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可以创造的副价价值 服务业是制造业的五倍以上 品牌行销是另外一个诺耗 这个是要非常非常的专利 不断的做研发 最全球优秀的人才 有足够好的舞台 能够产生国际的竞争力 以再强调创新服务的重要性 而提到两岸服貌协议签署后 虽然部分业者大声称赞 但也有不少反对以及批评声浪 林敏雄为政府背书 认为开放才能让台湾企业 走向国际舞台 变得最快的就是台湾 所以说经济没有问题 台湾这么调 大陆有十几亿人口去服务他们 不是大家都赚钱吗 而经济部公布六月外销订单金额 连续五个月衰退只达到351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衰退3.5个百分点 就连经济部也坦言感到十分意外 让市场对于下半年景气 将比上半年好的论调备受挑战 不过林敏雄人表示 较全球景气动向来看 大家其实不用太悲观 福日圣卢关宇台北报道 两岸烘培油脂大厂南桥 累计上半年税后 纯一时来到了3.5亿 年增率是突破了120% 成长幅度非常的惊人 EPS1.2元 再往第三季 南桥强调随着进入产业的旺季 只要原物料价格持稳 全年获利渴望再占超水准的表现 从化工业起家 延伸至食品产业的南桥 营运版图惊人 从两岸烘培油脂事业 到极栋熟面冰淇淋等 旗下还转投资餐饮通路 包括素食业者肯德基 F美食都是旗下主力客户 成长潜力不容小觑 社会大陆油脂产能拉升 加上旗下泰国厂表现亮眼 推升上半年营收达到63.33亿元 年增13.14% 售后存益3.55亿 较去年同期大增119% EPS1.2元紧接着步入第三季旺季 中秋节即将到来 南桥强调只要原物料价格 没有太大波动 下半年营运 渴望维持上半年的成长态势 一进入我们台湾的业者过去 三五年里面 应该有可以增加一百亿的市场 应该没有问题 大抢中秋商机的 还有统一超 旗下各零售事业通路 包括台湾7-11 酷胜石冰淇淋等 都已经推出预购活动 抢供国内规模 约达30到40亿元的 月饼礼盒市场 也为第三季营收增添动能 分析路跟宇台北报道 中低阶智慧型手机 是这个当道 让IC设计大厂联发科 接单的喜讯不断 新晶片也是产品齐发 也让后段的封测厂 热光跟细品 营运动能获得了支撑 而载版大厂紧硕晶圆电 系格也同样维持成长动能 中国智慧手机市场百家争名 其中又有售价低于1000元人民币 只合台币约4800元的手机 成长最快速 这上当地三大电信商 寄出补贴方案 刺激中低阶手机销量 让联发科影运大进步 联发科应持续导入新产品 其智慧型手机需求畅旺 营收贡献 将超越功能型手机 联发科今年进攻态势明显 下半年还会密集推出 多款晶片强势 顺势带动后段封测双雄 营运获得支撑 不过由于晶圆代工龙头 台积电法说会预告 下半年通讯产品降温 日月光细品会不会面临订单 下修命运 成为观察重点 再加上我们本身 在整个高阶的制程上面 有一些进步 我想整个来讲的话 还是今年是有增长的一点 我们很有信心 所以预计下半年 下半年也很有信心 另外在载版厂部分 包括细格 晶圆店 景硕 下半年成长格局不变 景硕今年拿下联发科 28奈米晶片订单 几乎百分之百全包 第三季载版业务 渴望维持第二季成长力道 林宋全副 拍不到 IC通路进入第三季的传统 营运旺季将中国十一长假 消费电子产品备货需求 但大家都乐观地看待 未来营运走向一定会比第二季好 反观文业却是相对保守许多 强调成长幅度 还要观察中端的买气而低 手持装置越来越普及 从智慧手机到平板电脑需求 持续增长 加上市场预期 中国十一长假有机会拉动消费性电子产品 備货需求 探开大连大第二季财报 合并售来到一千零六点五亿元 较上季成长百分之十六点三 创下单季历史新高 展望第三季 大连大推估会比第二季好 但成长幅度多大 目前还没看到 不同于大连大乐观看待第三季 旺季效应 另一IC通路文业 虽然第二季合并收达210.18亿元 比第一季成长约百分之五 创下单季历史次高 但董事长郑文宗保守看待第三季 云运成长幅度 强调还要再观察终端买气决定 基本上有显著的改善 那不管在营收 在于这个营收的成长 及税前获益的成长 都有一定程度的成长 那费用也在一定的控制范围之内 至于贝维第二季财报出炉 合并营收5.92亿元 税前EPS0.03元 累计上半年 每股税前盈余0.04元 贝维认为第三季 在原来的电脑应用之外 数位家电 健康医疗 车用电子等应用产品 预期也将会有不错成绩 林宋全有富 台报道 好 看目前台股最新表现 在生计医疗族群 还是目前族群方面 最强势的一个部分 1.36%的一个涨幅是最活泼 我们看一下目前在相关 生计医疗族群的一个即时动态 首先可以看到 包括在涨幅最高最南瓜 3.83%的涨幅 40.6元 由黑翻红大涨1.5元 而另外在蓄幅3.83%的涨幅 73.1元 上涨2.7元 神龙3.58%的涨幅 原料药厂是81元 上涨2.8元 股价是在占上了80元之上了 双倍3.09%的涨幅 41.6% 而另外在永信 老牌的药厂2.7%的涨幅 45.55元 上涨1.2元 葡萄王2.52%的涨幅 122元 由黑翻红其他上涨3块钱 也是强势的指标 而在大陆最大碳影星眼镜公司 金可2.17%的涨幅 564元 大涨了12元 也是抗跌的指标 而在龙头厂东洋 1.95%的涨幅 104.5元 上涨2块钱 中化1.91%的涨幅 21.25元 上涨0.4元 而今天在生肌医疗族群 表现是相对的一个活泼 而另外在金融类股的部分 则是比较弱势 是涨多压回 只有中债保 同一症 原富症 中信金等是利首在平盘以上 中信金是19.9元 是翻红小涨0.1元 而在龙头股的部分 富邦金翻黑40.9元 下跌0.4元 国泰金控的即时走势 43.25元 下跌了0.5元 也跟大家来做报告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请用五分钟 去吧 你 爸爸 俄排气密窗 专利付的是岛块 学名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俄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廷伯港 在这里打鼓也是操有 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就是這麼方便 全國最大家具館 很大 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高分賣期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春季三主送 憲政實施中 碰文有根據 慎言且自律 對談要禮遇 溝通才效率 原創要尊重 三思才當漏 拼寬是共用 暢通才未送 Online任我行 必談不攻擊 自律同理心 手法好公民 Everybody 理通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Oh yeah 新北副都心 核心經典NY蒲治 家道市中心 捷運三站零距離 黃金十字軸 台灣電影文化中心 千坪生態園區 頂級音樂泳池 優美情見立面 超級景觀四十平 絕版收藏珍稀喜次 飯店市國際浴所NY不治 貴賓專線22766608 病菌的傳播 轉在無意間 下班後 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 勤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預防溺水有十招 第一招 細水地點要合法 第二招 不做危險的舉動 第三招 無波溪流細水需特別小心 第四招 不落單 注意同班位置 第五招 下水前先暖身 第六招 不可在水中嬉鬧 第七招 身體不適不下水 第八招 不要長時間泡在水中 第九招 氣候不佳不下水 第十招 加強游泳漂浮技巧 教育部關心您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實驗室來到了1點14分 再過大概15分 主要收盤 尾盤時刻 大盤時刻來到了8199點 再度要來收復8200點的意圖 是下跌了16點36點 跌幅時收斂 扯的量是749億元 欲無量是854億 而亞洲股市最新變化可以看到 目前在大陸股市持續低檔震盪 上陣指數下跌21.7點 2022點 日本股市下跌77點14701點 韓國股市小漲1.9點1906 香港恆生指數下跌了59點 而在盤面上可以看到 目前在跌幅縮小 繼續要來挑戰8200點 最主要原因就是在台積電 全市內股目前發揮撐盤的指標 102.5元上漲2.5元 而在鴻海的部分是78.9元 是上漲1塊錢 另外在大力光的部分是892元 上漲了17元的一個表現 在股王爭霸站再起 漢維科目前又再度成為的股王 是902元 上漲了5塊錢 是領先大力光的一個部分 而在金華光的部分是趨居第三 842元下跌了19元的表現 另外就是在桃園航空城概念股 今天是月圍排名上的指標之一 中貴漲停板鎖住了18.7元 大漲了1.2元 而在3687的一個OMG 繼續的鎖漲停83.8元的價位 第三方支付了概念股 因業達21.15元 是漲停板大漲1.35元 也0漲在PC族群的一個部分 4965的商店機持續鎖漲停 就是一開盤就鎖到現在 138元大漲了8.5元 8105的一個鄰居的部分 進軍低價手機的旺季 在今天股價是強勢的一個拉尾盤 11.75元上漲0.7元 來到今天的新高點 鴻海集團旗下的近期強勢指標 在台陽是21.6元 是由黑翻紅了 上漲0.6元也是4G題材的帶動 而在今天除席的一個遠傳的部分 是來到這個呈現貼席的一個局面 77.2元下跌了2.3元 這表現是比較這個弱勢的 也跟大家做報告 那在尾盤的關盤重點 我們請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輪源投顧的顏毅民分析師 顏老師午安 主播好 大家好午安 顏老師目前大盤再度回到8200 是不是又要來展現拉尾神蹟 投資人都是有這方面的一個猜測 跟期待尾盤的關盤重點 您的解析 那目前為止的話 尾盤這個地方的話 跌幅已經開始收斂 加薪指數已經站上所謂的8200點 短線上面的話 這個跌幅有開始做出個收斂 這個收斂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來自所謂的全資股 2330的台積電 包含所謂的2317的鴻海 目前為止的話 都有大單在敲牽 包含鴻海家族4958的增頂 目前為止上漲1.6元 股價來到72.3 為什麼會實現 為什麼會呈現一個拉尾盤的現象 也就是多方的格局 目前沒有改變 今天早上開出來所謂的一滴承接盤 一滴承接盤 最大意義的話 也就是說這個買點 甚至說這個高點的話 可能會出現在尾盤 這個機會會比較大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縱觀這個大盤走勢的話 目前為止短線上面的所謂的支撐 包含六日線的部分 在8172 8172的話 目前為止沒有跌破的話 短線上面的話 台股有機會 會去挑戰一個前波的高點 也就是說在8260這個點的話 有機會會去做出個挑戰 但是投資本本 你要去尋找一個所謂的主流的標股 那主流的標股的話 會呈現在哪一個方面 我們來持續做出個留意 今天的集團類股的話 我們看到所謂的2392的震威 突然有利益多性的消息的話 今天直接跳空漲停 而且鎖了6000多張 也就是說你近期來看 所謂的鴻海集團的一些股票的話 它是屬於輪動輪漲的格局 目前為止的話 因應所謂的蘋果 這個所謂的產品新推出的話 我相信對於所謂 鴻海家族的一些股價方面的話 它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看到2392震威 它是在漲停板的一個位階 那所謂做網通族群的話 2314的台陽 目前為止的話 持續的大漲 繼昨天大漲之後 今天持續的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也就代表說網通的族群的話 投資本人們 你要去留意到所謂的 除了劍漢之外的話 可能你就要去觀察 所謂的2314的台陽 那所謂的4958整體 目前為止的話 上漲一塊八澳 剛剛好來到所謂的波段 今天的一個高點 為什麼說這個F整體的話 目前為止會大漲 大漲的原因就在於說 它PCB的話 目前為止 如果說蘋果的產品 開始有個拉後潮的話 所謂PCB的族群的話 它會率先受到一個影響 所以說今天的股價表現 也是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看到所謂的高價股 股王爭霸戰 這個概念裡面的話 包含這個3658的 這個叫漢維科 之前創了一個波段新高 目前為止在股王的位置 3008大力光 今天還是持續的做出個上漲 目前為止上漲15塊錢 2454的聯發科 因應所謂中國大陸這個8G 這個所謂的四核心的晶片 目前為止的話 推出的效果還不錯 這個股價有機會 開始持續走高 目前為止的話上漲4塊錢 這些你所觀察到的 目前為止電子的族群 它的跌幅開始縮小 但是老師要在這邊 提醒投資朋友們 目前為止 你要去盛失明變 有一些股票 它已經開始出現 所謂的個股表現了 那個股表現裡面的話 你要去找一些籌碼面 比較乾淨的 那你要勇於底部去佈局也好 還是說你拉回去找買點 因為這個多方格局 如果沒有改變的時候的話 任何的拉回 都是一個很好買進的機會 是 另外在外資的動態 進步請教顏老師 尤其在整個7月份到至今 這個外資是持續的 一個回頭買超抬股 而且買超的金額 已經是創下了 今年以來最大的單月買超金額 昨天買超超過百億元 而今天的部分 大家都非常關心外資持續的動態 近期的目前外資的 一個選股的一個方向 所以進步請教顏老師 其實最近外資的買超方面的話 你可以去做出留意觀察 買超前市民的話 大部分都集中在所謂的 金融股 那買超金融股的話 中間有個意義 也就是金融股 它在現金的部分 還是說在股票鼓勵的部分 它配股費息的話 我相信得到一個外資的青睞 它是由於這個配股費息 獲利方面都非常穩定 那它把資金流入的話 到台股的話 最大的原因就在於說 目前為止 這個美元是屬於貶值的 那美元貶值台幣升值的話 它有這個企圖心 能不能在台股裡面 賺到一點所謂的價差 所以最近的買超方面的話 相當的大方 看它昨天的買超100多億 我都嚇了一大跳 但是它買超最多的 就包含所謂的 2891的中性金 那包含所謂的2303的聯電 包含這個2888的 所謂的星光金 那也有包含所謂的 2823的所謂中壽 那所謂的鋼鐵類股的話 它持續買超的 就包含所謂2002的中鋼 但是我們看到中鋼這檔股 目前為止 它是在於一個漲多拉回的 但是你去看它的基本面 盈盈配股0.1的話 現金股力0.4 那這個數據不是很漂亮 那它為什麼會去買這檔股票 我認為目前為止 它是認為說2002的所謂中鋼 目前為止 基期比較低 那基期比較低的話 我認為上漲的空間會比較大 那所以說多方格局的話 就跟之前2303的所謂的聯電是一樣的 拉回之後你去找買點的話 後續的話 都很容易有所謂的高點出現 那我們來持續留意一下 所謂的塑化的族群 今天的塑化族群 是屬於漲多拉回各股表現 包括一線的跟二線的話 目前為止的話 是屬於一個漲跌附件的 那投資人如何來看待說 這個塑化內股 我們應該如何來做出一個 基本面的判斷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說看到所謂石油 目前為止 還是維持在每一桶 100元以上美金的話 那我就認為說塑化的旺季 可能會產生一個旺季的效益 也就是說石油會帶動所謂 塑化族群的報價的上漲1萬 那投資人很有機會 在這個所謂的極其低的 一些塑化族群裡面 他找尋到所謂的一些的 所謂的標的 那我們看之前大漲的 包含1312的這張股票叫做國橋 國橋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目前為止的話漲多開始搭回 現金股力只有一塊錢 在一塊錢的一個現金股力之下的話 股價是如此的飆漲 也就代表說之前機期很低 那投資人有做出個買進的動作 在今天的話我認為都是一個大贏家 那塑化族群你還留意到 所謂1301的台塑 台塑的話目前為止的話 之前的田選席已經封閉了 也就淫於配股是0.4 現金股力是1.2 股東報酬力的話高達所謂6%左右 但是你去觀察它近期的營收 包含4月5月6月的營收的話 成長都接近兩成以上 也就是塑化族群目前為止 趨勢往上的一個局勢 非常非常明顯 那有任何的拉回投資朋友們 你必須要去做出個留意的動作 是 而在觸控題材的部分 也是一樣是持續跟大家來做關注 尤其在手機跟平板 大量的使用觸控的相關零組件 目前在殘存動態跟股價上 詢問方面該注意哪些方面呢 其實觸控的族群 我一直持續在觀察 到底第三季第四季 有沒有機會出現一個買點 我個人認為的話 機會非常大 你去留意一下 包含所謂的3615的安可也好 包括這個3622的陽華 包含3584的界面 這些股價的話 經過所謂的震盪整理向下修正之後 我認為短線之內的話 有一些買點會出現 但是你要去做出個留意 觸控的商機 是否能夠持續發售的話 就要看到所謂的 這個手持式的產品 包含所謂的觸控面板 包含所謂的平板電腦 這一方面 有沒有辦法持續的做出個熱銷 但是我個人認為觸控的族群 因為它所謂應用面 非常非常的廣 所以我對這個觸控的族群 是非常非常的看好 那目前為止 在底部開始翻轉 翻揚的一些股票的話 就包含我剛剛提到的 3615的安可這張股票 包含做這個 所謂的觸控薄膜 3622的洋華 洋華之前公布 一二季的營收 是持平的 那機會的話 會落在所謂的第三季 那還有一檔股票 叫3584的介面 介面這檔股票的話 早上的話 在所謂的 10點多的時候 它有一波拉抬 目前為止上漲0.3 你要去留意到 所謂的目前為止的話 現金股率0.5左右 它在所謂的 四五六月份的營收方面的話 是持續的成長 那如果說有機會 在今年的下半年的話 這個觸控商機 持續發酵的話 我認為像這些股本小的 一些觸控的族群的話 都是朋友們 你要去做出留意的動作 是 那還有時間大概兩分鐘 進廣告請教 顏老師在太陽能族群 也是近期大家都非常關心 從谷底有機會翻身的 一個這個產業 尤其在雙反的一個機制下 轉單效應持續的發酵 轉換為題材 還就屬於這個節能股太陽能族群 最偉的明顯 這個才有您的看法 其實太陽能的族群 一支就是說目前為止 我們所看到的 它第三季第四季 產業的一個趨勢 非常明顯 也就是說產業趨勢是往上 不管之前的營收很低 還是說機器很低 至少在這個方面的話 第三季第四季的話 它是有機會 營收會做出個大成長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也就是說 當政府的補助 開始下降的時候 那經濟能力不好的時候 那太陽能也走過這個低期 走到這個低期的時候 所謂的上下垂直整合也好 現今為王也好 所有的一些動作的話 都是為了這個轉機產生嘛 那我們之前看到所謂的低潤的族群 它過了數十年 那今年的話 終於來到一個大爆發 那之前的話 太陽能族群是非常好的 這產業是非常好的 都是因為這政府的補貼政策嘛 所以它獲利的能力非常好 但是目前為止 經過了所謂的低期之後的話 我認為這個浴火的鳳凰的話 應該就會跟所謂的低潤的族群一樣 因為他們的籌碼面非常乾淨 那再加上所謂 我們國內這個太陽能垂直整合 包含中油下油 這方面的話 是有所謂的先進者得優勢的一個趨勢 如果說再加上所謂中國大陸 目前為止 它的稅收跟歐盟地區的話 是談不好的時候的話 我認為再加上所謂轉單的效益的話 對於這個太陽能第三季第四的發展的話 是有幫助的還是 好的 我非常感謝人員投顧 顏毅民分析師詳細的解析 殷老師謝謝 謝謝 我們看目前台股最新表現 顯示來到1.27分 要再過2分鐘就要收盤了 為盤時刻大盤是來到8197點 要來再度看能不能收復8200點 下跌了17.03點 乘客量是795億元 油量是859億 尤其之前的強勢指標 成本要角七五類股 今天是暫時的熄火 也讓大盤是跌破了8200點 不過在五日線是暫時有手 也跟大家做個報告 今天節目時間也差不多高 有段落明天上午9點同一時間 運通向前衝賺錢真輕鬆 拜拜 帥哥 帥哥